互联盟负起责任找到好的 万一找到不好的 你也有请了很多社工来帮忙去探视 去观察 有问题就要马上 那我们气的是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这个凯凯被这个虐待的迹象照就出现了 对 你写的报告 证实你根本没有去看 证实你违照报告 那这也表示说 俄福联盟的管理系统有问题 一条联盟 一条小孩子的命 尤其是小孩的命 就被谋杀掉了 那好 我们就要追责 第一个 这个保姆谁找的 俄福联盟找的 志工 这个社工谁找的 俄福联盟找的 督导保姆 跟社工是谁 是俄福联盟的执行长 那俄福联盟你今天如果纯粹做义工就算了 结果不是 是政府 花了很多钱给你 好像 他是政府外包 外包 好像现在一年是一亿五千万 好像看的人是几十个 对 好 那好吧 我们就是 俄福联盟过去绩效也不错 然后现在出了问题了以后 我们当然除了形式上去处理这个保姆之外 另外的我们当然行政机关有两个 一个叫做行政主管机关在教育部到今天为止还装死 他一声不吭 然后好像没他的事 第二个业务主管单位 就是拿钱包给俄福联盟的 这个叫业务主管单位 比如说你今天请人嫁到你家装房 你付了一笔钱给装房公司 这个装房公司 这个把你家给搞啥 你是不是要找他顺帐 是 对不对 对 那你今天你要进行行政上的督导 表示你这个卫福部人督导俄福联盟的有问题 要负责督导之事 这个网就没有垃圾 我们社会安全网要接触一个可怜的小孩子 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父母的 有人运气很好 有人运气不好 可是国家不能看到这种情形 无事 无动于衷 所以我们建造社福联盟 如果我们今天国家没有预算没有钱 那你说我们做不到 那我的鼻子磨一磨 可是现在已经明明白白的 拨了钱 四百多亿 那你今天给这些人 那我要不断来让人更生气的 就是说你这个俄福联盟 手上有二十几亿的现金 不是你没有钱 不是没有钱 是你根本就没有在做事 那你出了你要不要负责任 当然要负责任 所以你是现在创办人或董事长林志佳也好 你这个执行长这个什么白立方也好 或者里面的董事之一的这个王玉民也好 你们都要负起责任 你就要改组 俄福联盟已经被你们经营成友好变坏了 一个要救俄福联盟 一个怎么样 要处理责任 你们就要辞职 让新的人来检查 看哪边不对 那你说怎么会没有人做 你们以前找了那个 那个俄福联盟的亲善大使叫隋唐 你们当时找隋唐的时候 我看到隋唐当你们亲善大使 那你就干脆找隋唐当董事长 因为董事长的负责募款了 你不只是纳税人给你钱 一般的善金大众也给你钱 你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 我们怪罪你有什么不对 那你现在扯到什么 什么台北市这个社会局 不是不是 那个我们国民党有个女预言 抨击蒋万安说 台北市社会局都没有去关心 这个case不是交给台北市社会局的 我觉得那位中姓的国民党女预言 你在干什么 你以为骂骂讲万案就可以登自由时报 投版叫你开心是不是 不对啊 我应该这样讲 这是你的业管业务 这是你的业管业务 你怎么会搞不清楚 这个真的不归社会局管 不归地方政府的社会局 就他一讲 卫福部长 这个谁啊 卫福部长这位薛瑞远 就说地方政府要负责 你还讲什么 你不用报告 你可以先做啊 那 人都不够啦 地方政府的社会局的社工不够 然后中央政府也说他社工不够 结果都不够 中央政府该做的 没有做好的时候 结果怪到地方政府 对啦 地方政府如果这个案子是他负责的 我们怪地方政府是对的 是 从头到尾这个 保姆 你不能因为保姆住在台北市 就关他的事啊 不是啊 这很怪啊 那举个例子 如果说有一部这个卡车是高雄牌子 发造的单位是高雄的 然后你跑到来跟台北市一个驾驶 也是台北市政府发造的 因为各地方发造不一样嘛 好 你们两个相创了以后 台北市政府要负责啊 说我发造不对啊 这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要这种特别的小孩子要找的保姆 是有特殊的保姆的 那你是经过你俄虎联盟去调查 去观察你推荐的 而且你是拿钱来做个事 做这个事的 你不是没有拿钱 对不对 那好 事情砸了 对 我们指责你有什么不对 你变成我们那个绿营的都在骂什么 蒋万安啊 侯友宜 你不能因为这小孩子在新北市出生 就怪侯友宜 如果你今天说 这个案子是 你预算是拨给新北市社会局 或台北市 或是台北市社会局 以后他去处理这个案子 我们当然要骂蒋万安 骂侯友宜啊 今天不是嘛 今天就不是 中央政府外包给 儿福联盟 儿福联盟 再外包给一个保姆 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好 那好 我们再来谈一个 一个这种责论的观念 嗯 现在是 这个这位 这个你议员乱骂 好像讲话还有事 对不对 那也有民进党的议员 就在新北市开始骂 他们想要分散 让我们失去焦点 对 这根本是不对的事情 嗯 还有人讲说 哦 这个 那个什么 这个社工体系 是柯文哲建的 所以柯文哲负责 你在说什么挖歌啊 这真不是怪柯文哲啊 这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民进党这些 这些名嘴的侧议啊 议员都乱讲一通 就是要把这个事情 糊隆掉 我们不要被他糊隆掉 而且让人家痛心的 这个案子 嗯 还好 有一个外傭 录下 虐待的一个 一个影片 我看了都很痛心 对 外傭怎么讲 这是 就是在外傭圈里面 我一个朋友 他家里外傭 嗯 他就在外傭 在讲话 他说 台湾人好可怕哦 你看 你看 台湾人好可怕 这一句话 是多心酸的事情 不是 我们被人家瞧不起了 而且我们是从 道德层面上 被人家瞧不起了 对啊 这个才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Adler 我就在 在 在 董事啊 柯文哲不用下台吗 这个真的 没有关系 那就真的谴责 柯文哲 可是 没有关系嘛 这个是中央已降的社会安全网 我讲清楚哦 他的家庭失能 然后这个爸爸被关 妈妈被关 然后于是 由中央卫福部出面 拯救这个特殊情况的儿童 对 原先全台湾能够做出养的机构 非常少 以前有13个 现在剩8个 然后扣掉儿童联盟之后就更少了 那由中央委托儿童联盟 来做这一个中间的寄养的过程 你把他救出来了 救出来要寄养 寄养就是中途之家的概念 结果中途之家挑错 出问题 对啊 仿视不足 然后你没有办法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个杀人狂 对啊 你就把他放下去 那请问这一条龙 我们就这一个 supply chain 我讲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就是从 有人回报 说这个家庭失能了 然后上报到卫福部 卫福部说 好 这个家庭失能了 我要派你去评估 对方 就这个家庭阿嬷 要愿意出养 小朋友才会离开自己的家庭 对啊 那结果你中间这一条龙 一路归到 从公家机关卫福部 外包给儿福联盟 然后儿福联盟再外包给这个杀人保姆 这一条线中间 请问柯文哲 侯友宜 蒋万安 哪里有介入的空间 没有啊 他们又不是可以自动征访 我跟你讲 那个警察都在讲说 干你现在内政部会不会要求去 去访查各地的保姆 看看有没有虐儿事件 这跟警察无关啊 他没有办法察觉这个东西 原先的体系的fail safe 就是原先的保险司 是由你指派那个机构的 社工去访试访谈 避免出事 警察可以把那个 那个小孩子抱起来 脱衣服检查身体吗 这社工可以啊 不行啊 社工还可以去访试 警察都不行 社工有权力检查小孩子的身体 对 你警察没有啊 警察没有 而且警察还必须要有犯罪事实 对啊 所以我说你警察 怪警察干什么 很无聊嘛 对 民进党就想要把他糊弄一团浑水 浑水摸鱼啊 对 他浑水摸鱼的问题是 这已经不是政治问题 这已经到了人权跟道德问题了 对 那我觉得讲直接一点 就是马维拉退休 就马英九退休 就算柯维拉 你讲的好 马维拉退休 现在连柯维拉 换成柯维拉 莫名其妙 这什么东西都怪 那个社工是可以脱小孩子的衣服 检查身体的 是可以 这在他的权利里面 对 因为社工是代表另外一个妈妈 对 所以我们这样讲 我们不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社工 在照顾幼儿的社工 都大概基本上都找女性 原因在这里 因为让小孩子觉得 他还有一个妈妈可以关心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是不愿意 检讨个人或者是官员 而是这明显的是系统性问题 有人行政怠惰 对 那个系统很简单 又不复杂 又不是什么AI系统 对不对 又不是什么国防军事系统 这么一个简单一个事 就有人没有去管 你执行长没有把社工管好 社工没有把保姆督导好 选保姆 一定有另外一个人选的 你怎么选的 你怎么真选的 对 这中间 这中间讲到现在 你看 如果搞成变成蓝绿政治斗争 那就歪了 你小孩是不是死了 请问小孩死了 系统要不要改变 系统要不要设定 那你知道这绿赢了很差 哎呀 你们蓝赢了 你们白赢的 不要消费实责 不要消费幼童 谁在消费幼童 我们在说你薛乐园不行 这不可以吗 对啊 你就是做得不好啊 如果你做得好 你如果做得好 根本小孩子不会死 我们干嘛检讨你 对啊 那其他是边理的 比如我是第一个 出来 这个 很不满的去骂那个谁 去批评那个白立方执行长 执行长 额福联盟执行长 你知道干嘛 2022年8月份 他就在松山文创 办了一个儿童的活动 然后帮当时已经挂好名号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造势 站台就对了 不是叫他来完全为他办了活动 上新轮啊 让陈时中觉得好像什么 你在干嘛 额福联盟你去凑这个水干的 你又不是拿民进党的钱 他后来其实终究是拿民进党的钱啊 那是我们的税金啊 是民党的钱 对不对 这是 再来 你二部联盟本来就不应该介入政治 所以各党都会支持你 对啊 你现在就出了问题嘛 就是你 你这种态度 你这种心情嘛 难道说 哎呀 这个卫福部是因为 你没有 你没有支持他 或者你支持国民 他就不给你钱嘛 不能这样讲嘛 所以现在一定要追究责任 追究责任是目的 是要把这个社会安全网拉紧 找新的人去审查一下 哪里还有漏洞 你原来那批人 他怎么找得到漏洞 他已经习惯啊 他就觉得这样是OK的 对啊 不行啊 那我们这样讲 是希望体制赶快再加强检讨 加强精进 因为我要讲这件事情 他说暂停额福联盟的出养作业 你不要以为这是惩罚 这不是 这惩罚是那些小孩 因为救人十万火急 他要赶快从原生家庭被救出来 然后被安置在安置家庭的时候 结果你现在停住了 那你应该要赶快检讨 确认他没有问题 才能往下走 结果现在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因噎废死 真是麻烦 当然 如果他有替代也就好了 王玉玉没有直接的责任 王玉玉只是间接的责任 对他是道德责任 因为毕竟董事是管这个的嘛 你当人家董事出的问题 就要 要么你就 你这个部分居立委 跟这个 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儿福联盟的董事 你就应该辞掉儿福联盟的董事嘛 对 而且 你专心做部分居立委 我这样讲 这个蔡委员讲的 以后我们还会讨论到 你今天如果要负责儿福 你是儿福联盟 这是一个民间单位 这是接受卫福部 发包标案 雇用的一个民间单位的时候 你监督卫福部 你就不可以继续当他董事 对啊 有利益纠葛 人家会觉得你是他门神嘛 对啊 那你门神你管得好 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毕竟是慈善机构 你却管不好嘛 对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你看蔡博士多气 我们为人父母的 讲到这个东西 怎么会不气 当然气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跟你讲 接下来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 就是你今天是这个领域的立委 你可不可以立对你的职业跟领域 有利的法案 如果是因公益而为之 可以讨论 但是现在如果是私益 譬如说这个法条通过 你这个行业 或者你自己会赚大钱的时候 这个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的 之后我们就会看到 有些法人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该回避的要回避 那我们再拉回来讲一个东西 各位 我们还是要持平的讲 柯文哲每次都被骗 这事情实在不是一个好状况 会无好会 厌无好厌 如果今天蔡英文总统邀你去 那就应该是公开行程 那就是应该要双方共同发记者会 这个通知或者发新闻稿 然后同时间发出 而不是给静电视一个独家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蔡委员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柯文哲这是众人家的记 不是我们要苛责柯文哲 前半段我都看到秋毅委员 跟光琴姐被大家觉得说 你怎么又检讨我们柯文哲 各位 你朋友被骗了 你是不是会去检讨你朋友 你叫朋友下次不要再被骗 而不是跟他讲说 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好人 没有问题 那好 我们来请蔡博士讲一下 这个事情正确应该怎么走 就是当今天你是一个在野党主席 有一个执政党的总统 要叫你去他那边会面 私下会面 这个时候就有陷阱 是危险的 请蔡博士为我们说明 让我吃几口猪脚 他因为还没吃饭肚子饿了 不是我吃了饭 我永远肚子还是饿 猪脚最近还在出货 所以我不敢讲说 你订了马上就有 所以我不敢在那边催促带货 等一下还可以试试看call in 如果有人想要call in 讲讲话也OK的 请蔡委员指教 我先说几件事情 我对柯文哲的期待是希望 2028 今天2024吧 对 2028他能够很强而有力出来选总统 挑战麦庆德 所以我对他的期待不只是一个 在野党的党主席 这是一个关键 如果你今天是时代力量党主席 我根本懒得讲 对 对不对 不管你今天就是 随便怎么样随便 就是一个 如果是民众党 比如说现在党主席 黄国昌 我懒得讲 或者现在党主席是蔡壁如 他也没有要选总统 我懒得讲 他没有选总统 也没有能力选总统 所以我讲他干什么 现在就是说 柯文哲 你去见蔡英文 这件事情 是政治上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非常重要 而且风险很高 对 风险很高 蔡英文这个人 阴得很 阴得很 你最熟的 人家以前都说你是他自己 我是他哥哥 我人籍比较大 对 我们先这样看 蔡英文为什么要找柯文哲来见面 先看原因 我们来分析蔡英文的原因 不然为什么选完了 你党已经赢了 然后你还要找一个 第二大在野党的党主席 要碰面 还把秘书长去找去 我觉得周一修正很倒霉 今天又跟着去这个鸿门宴 你想想看 上一次蔡英文连任之后 有没有找你柯文哲去聊 没有啊 没有啊 上次后来还翻脸 大家柯文哲 不知道是北门在那边聚会的时候 柯文哲的脸超臭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不找你 因为他立法院压倒陷过多数 他干嘛找你 你当时柯文哲只有五习立委啊 他看不起你啊 他觉得根本不需要理你 你要配合我党 而且你不配合我党 就算跟国民党合 也不会动摇我 在合家前没有他的人数多啊 现在为什么找你 最主要原因 第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现在民进党的国会 其次没有过半 对 所以他才愿意找你柯文哲 还有朱立伦去聊一聊 嗯 这是第一个 他的动作 也就是他是相对弱势的执政党 但他也快要下台了哦 对 第二个 他跟你见面 是要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不是帮你柯文哲解决问题 不是 他完全心中没有听你想 对 他是什么问题 他留了很多烂摊子 嗯 然后这个烂摊子 他就说以后你不能怪他 而且他为什么主动挑这个 第一个 什么劳保要倒闭 对 社会安全网不足 嗯 这个国防预算没有到3% 嗯 他不讲这个事吗 对啊 而且这都是他过去执政八年 没有办法改 然后司法改革没有改好 对 不是都是他干的事情吗 嗯 然后他现在怎么样 他说 柯文哲来胡 柯文哲也没有批评他 至少新闻媒体里面 没有说柯文哲批评他这些事情 对 或者跟他讨论这些 深入讨论这些话题 也没列出来 对 那你变成说 我们弄个政党沟通平台 意思是这些问题 就政党沟通平台来解决 是不是 那你不是帮他收拾散 帮他擦屁股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已经是要卸任了 对啊 他是一个要卸任 2025之后 与他无关的一个总统 那柯文哲当然就是一个 善良的心态 就与人为善 就像你要下台了 你找我去聊一聊 我不去 人家也会说 我是不是太台价 对不对 好 去是应该的 我赞成他去 可是去年的准备方向错了 你要知道说 他为什么找你 你要知道厌无好厌 对 他为什么找你 就是想要把他的烂摊子 把他修剪成好看的摊子 然后以后就想说 这个劳保快破产了 柯文哲也暂时 有跟我谈过 在沟通平台上 大家来解决 然后这个 社会安全网友的破洞 柯文哲也同意我 在政党沟通平台来解决 哇 你不是把他背书吗 对 而且实际上 这个平台还没建立 你还不知道怎么谈 以后你在立法院里面 你们的黄国昌 要批判他的司法 党主席跟我谈过 对 然后这个黄山在批判 他的社会安全网 你不是 里外不是人 是八戒 而且人家就一句话 就锁死你 你党主席来跟我谈过 对啊 以后透过政党协商平台来进行 对啊 不然你不是中计了吗 这个就是 蔡英文所要到的好处 以后你们 不要怪我了 那当然有问说 那柯文哲 如果去了 我建议是什么 我的建议很简单 学中美谈判 柯文哲就 类出蔡英文八年任内的 十大施政事件 要如何检讨修改 改进 拿去报告总统 第一件事情 你做不对 第二件事情 你做不对 我柯文哲论你应该怎么改 那现在我不是总统 我只教你应该怎么改 我现在 没有当选总统 我没有机会改 那麻烦你 交代你赖清德来改 我会监督他 那不太得了 不然你就取得道德正当性 对啊 这才是柯文哲 四年以后要选总统 应该要去处理的方向 第一个 你不需要跟蔡英文吵架 对不对 不需要 你有那个高度就不用 你现在讨论说 蔡总统 你搞的这个NCC 有哪些问题 对 你搞的法务部 有哪些问题 对 你提名的大法官 有哪些问题 你提名的卫副部长 不管是陈时中 到谢瑞元 有问题 嗯 我这样检讨你总统 不行吗 对啊 再来 你刚刚跟我碰一下 是你腰的 你腰的 对啊 那这是一个公开行程 可以避免会议 会议晚间 开记者会 不是吗 对 提高了高文哲的地位 不是吗 而且这个我再补充一下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 其实有讲 这个活动呢 实际上在举行之前 没有记者会 对啊 没有告知所有的大众 不好 所以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弱势 就人家执任党 你是在野党 你还是第二大在野党 的时候 他邀你 你进去之前 先要在门口受罚 等一下谈什么 等一下谈什么 公开告知所有人 而不是密会 永远都不可以密会 因为人大你小 不是 要密会只能说 我们会议室谈完 再跟大家报告内容 谈内容不需要 谈话过程不需要公开 你讲对 最好的时候就是 柯文哲到总统我们口 宣布说 我今天要跟蔡总统 姐妹 甚至我想要谈哪些 蔡英文还找到官邸去谈 这什么话 又不是约会 对啊 而且他又下台了 他要下台 我再讲 我跟你讲 总统在官邸找人谈 那个人一定是他的部下 怀他一劫 对啊 因为你们两个没有私人交情嘛 对啊 你是政党主席嘛 你是总统候选人耶 嗯 所以那进去谈完以后 看蔡英文要不要跟你一起开记者会 不要你自己开 我跟总统讲什么 对 糟糕天下 对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柯文哲未来选总统的本钱啊 要垫高行情啊 嗯 这么重要的机会怎么让他丢掉 而且还被他 吃豆腐 感觉吃豆腐一样 哎呦 我真的气死了 从今天早上 气到现在 没有 我跟你讲 我看到我也吓到 对啊 就怎么都不讲 没有人知道 是真的觉得 是真的觉得 你都不讲 人家会尊重你 结果后来还不是给今天是独家 对啊 对不对 谁给的 那你还用讲今天是英系的 对啊 对啊 那 我还是要讲 对 刚有讲一个问题 请问赖清德有没有在场旁听 哎 我告诉你 我们还不知道哦 那如果赖清德没有在场旁听的话 思乡授受 你怎么知道蔡英文跟你讲的东西 赖清德会 这个菜归赖谁 如果菜归赖不谁的话 蔡英文身为一个 仅剩下不 两个月左右的任期的总统 根本没有办法跟你承诺任何事情 对啊 那你跟他谈干嘛 对啊 干嘛跟他谈 你把他背书吗 哎呦 我 我这个国防预算没有3% 美国人不要怪我啊 人家那个柯文哲说要支持啊 看看以后国民党是不支持 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 现在是2.5% 对 美国要我们加到3% 我个人认为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就是说你加了这么多钱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对你要干嘛 先讲清楚 现在 我们刚买了两架的F-16V有没有 今天两架不都出状况吧 对 对不对 还好 没有摔飞机 没有摔 还好 处置得以没有摔飞机 那这表示F-16V没有很成熟啊 它是所谓号称第四代的飞机 号称 然后重新装修变成四代半 大陆已经五代多了 大陆的歼25代出来 你要买是不是要跟美国说 我国防预算增加以后 你卖有F-35 五代飞战机对五代战机 五代对五代 对啊 对不对 但结果他只要求你提高 但是他没有跟你讲说要怎么花 这很好笑啊 所以我被预算以后增加以后 我应该买iPhone 15 我现在还买iPhone 12 而且他还不准卖iPhone 15给你 对啊 这个要讨价还价嘛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钱多了我要干嘛 我也没有更多人可以养啊 没有啊 对 我也没有更多武器啊 对 也买不到更多武器 我既没有更多人操纵武器 也没有更多武器给他们操作 对啊 那你就是这个东西就要检讨说 我多了 你美国要有加钱 那你要卖有更好的东西 你请给我一个配套 我加钱可以 对 你卖我什么手榴弹 你弄它派去啊 拜托 好 还没完 那卖我们200万颗手榴弹 这是能干什么 对不对 对啦 那个说加军人薪水OK啦 我赞成 但是你军人薪水还是不够啊 加不了那么多啦 对啊 那好 我们回过来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 我们的国防预算 在蔡英文的内容加了非常多 非常多 从2.3加到2.5 对 结果我们战力有没有提升 没有 我们战力反而减弱 很减弱啦 那就要检讨的时候 你光加钱没有 表示你钱加做方向 那你方向没有弄好 你就白加钱 那你科文者先答应他说 好 我增加到3% 而你不就跟他问说 那我们军力怎么提升到3% 一样的水准 对啊 就是要怪你嘛 你蔡英文不是吗 对 就是检讨这个为什么军力没有增加 钱增加军力没有增加 你不是跟他讲说 他说好好好 我们来谈 能不能国防预算 能不能增加 不是 你要跟他讲说 我觉得这哪里有错 对 你要直斥其非 而不是说 我真的就去跟你 获悉你 去跟你谈 我举个例子 像美方一直要求欧盟要提升他的国防预算 他至少卖到F35 对 结果波兰被他搞到 他一年的预算就150亿美金 他要买到300亿美金的东西 连美国自己都不知道他钱哪里来 波兰自己也不知道他钱哪里来 不想买什么 他也没东西买 去买韩国之后的战车 你们看好笑 就是 这个我真心觉得太奇妙了 你今天如果能够顺顺利利的 真正走下去 那就要秉持一贯之的公开透明 事先公开 事后透明 柯文哲要记住一件事情 从立法院开议之后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能够增加他的支持者 不是减少他的支持者 都要增高他的政治分量 而不是减少 降低他的政治分量 包括你跟蔡英文见面 就是总统候选人去看总统 要有这种价位 不然人家看你瀑布 不是吗 政治上就是要注意这些细节 那我也不想 民众党的秘书长 你总该 民众秘书长是谁 我搞不清楚 周渝修 他可能不懂这些 他以前民进党 他一定懂 但如果柯文哲不听话 可能也没办法 对 这个东西要去仔细 继续规划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今天要是朱立伦这样去见蔡英文 我骂起来更狠 我跟你讲 真的 但是你觉得朱立伦 有没有可能这样去见蔡英文 我不知道 万一他争取 去见没有问题 就是你见了以后 他结果是什么 什么叫私人见面 没有私人见面 大夫无私交 对 国家之前无小伙 你如果今天蔡英文说要见我 柯文哲医生 你有什么病痛 OK 而且我还帮你保密 对 没有问题 看你哪个地方故障 都没有问题 你今天不是柯文哲医生去见蔡英文 不是 你是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去见现任总统 即将现任总统 蔡英文 这个就是要光明正大 而且应该这样讲 你刚刚肉提一个身份 民众党主席 对啊 代表民众党去见 对啊 这个都是这样 政党和解 社会和解 和你妈逼 你看最后出来消息 最后出来新闻报道 是不是正面 一厢情愿的相信人 还要跟我讲说 不要太偏激 偏你妈鸡巴 干 如果没有太偏激的话 请问人家为什么 放给今天是独家 对啊 为什么被狂干两天 对啊 那你说 大家都是以和为贵 都是为了社会和解 和解了吗 进电视有让你和解吗 三立有让你和解吗 明视有让你和解吗 狂干你柯文哲 一电视有没有和解 都没有 说 我跟你讲 我今天看到一个网友 我都替他觉得很伤心 他支持柯文哲 他说他 爸 特别从南部打电话上来 ST不要放屁啊 什么叫北市社会局 是第一线 请问台北市社会局 有资格去访市 俄福联盟 委托了保姆吗 我告诉你 没资格 事实上他手上 根本连这个资料都没有 他的保姆证照 是跟中央考的 他接的案子 是从俄福联盟接的 接什么 接你妈逼 干 我要讲的就是 不要再跟我 拿那个东西来唬烂 民进党要让你死 你说要和解 去骂这个蒋万安的人 你到底跟中备军什么关系 那个脑筋有问题的 真心不归他管 我这样讲 我们说话 我们负责 如果坚持蒋万安的错 那么骂死他 反正就是 我跟蒋万安又没有什么好关系 他又没有照顾我 但问题就是 那一条线 我们刚刚已经把整个指挥练 已经讲清楚了 从卫福部 外包给俄福联盟 俄福联盟 外包给这个保姆 中间没有经过 台北市社会局 那好 我这样讲 这个东西我先丢掉 这个真正要讲的是 那柯文哲请问你去了 促成了什么和解 有没有民事 就说好 我从此不再打柯文哲 好 我刚还没讲完 我们那个网友 他说他投柯文哲 之前跟他爸吵过架 结果今天 他爸马上从南部 打电话上来 你看 事后还不是去投绿营 我公开呼吁 下一次你们还 这一次投柯文哲 下一次还是要继续投柯文哲 这是一个台湾 良性政党政治 必须走的路线 因为柯文哲 现在资本比较少 你不能当一个资本比较少的中小企业萎缩 要有他的竞争力 我这样讲合理吧 可是 现在这个柯文哲在这里面 中了蔡英武的阴招 对 我们就要提醒他 下一次 你要去见赖清德的时候 不可以再玩这个游戏 你甚至不一定要见赖清德 你要见一定在公开场合见 好不好 公开场合见 你们在里面谈什么 不管 见了这个行程要公开 以前有些人就说 公开为什么没有现场直线转播 你突然失去 没有这种事 没有 你可以前 就是前公开后透明 对嘛 你进去之前公开说我要参加了 后面透明讲说 我已经谈了几条几条几条 那这样就公开透明 我这样讲 我跟你讲 国际上有个惯例 比如习近平去找拜登 对不对 事前没有讲清楚说 会不会单独会面 对 可是到了APEC的时候 他就宣布说 我们两个来一天 在什么地方要见面 是讲清楚 讲清楚 你可以拍到我进门前的画面 对 然后在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简短的讲一下说 我们今天见面 甚至握个手 你好我好 然后进去 聊天不公开没关系 好 结束了以后 至少有一个人会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我跟各位解释 双方面要发布新闻稿 习近平的秘书写的新闻稿 跟拜登秘书写的新闻稿 要对一下 互相对 要对一下 不用全部同意 但是要互相对 互相对一下 就是你的新闻稿我可以接受 我的新闻稿你可以接受 所以结束了以后 媒体在讲什么东西 互相之间都没有出来澄清说 他的新闻稿不对 对 这个叫做政治上 成熟的做法 意中求同 对 你跟蔡英文意见不一样 没有关系 还是可以见面 还是可以谈 还是可以沟通 但是今天 蔡英文拿到他要的 还找静周刊 在修你一顿 他独家 然后其他所有的媒体 跟着 从头到尾follow 我就问 促进 社会和解在哪里 造成社会进步在哪里 我终于要把 刚刚那个倒霉的网友 讲完了 那个倒霉的网友 刚那个什么 金纯特别来送可乐 我现在吃猪脚 觉得很油 我马上把可乐给我 谢谢大家 我后悔了 对不起 那个 他说他爸特别从南部打 牛要上来 你看 你们柯文哲 是不是选后 就跑去投卡绿营了 然后那个网友说 我很气 但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这个气氛的结果 很容易让绿营 来消遣支持柯文哲的人 对 他在拨你底下的支持者 一次拨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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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拨到最后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我们讲得这么清楚 厌无好厌 会无好会 那你要当好人 但是不要当烂好人 政治从来没有光明正大 政治从来都是耳鱼我诈 没有那个Just的讲对了 蔡英文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想要瓦解民众党 那柯文哲 他就是不是一个 很会计算这种政治精算的人 他就是中了蔡英文的几招了 你要被社会鞭打过后才知道 讲这个东西 人家叫你见面 不能就真的去见 你要先 第一个 确认你团队全部都知道 第二个 你站在门外的时候 要讲一些人家不能扭曲的话 说我接下来要进去了 我的目的呢 是希望能够改变社会 然后我已经列了一条二条 三条四条五条 希望蔡英文能够跟我谈 然后出来之后呢 总统府就算中间发稿 也没有比你站在门口快吧 那当然啦 对啊 那我们要帮忙支持 我们要帮忙说话 我们也有资源 就现在没有 所有人都是进周刊 进新闻 一出来那个才知道 去见面了 那谈什么 不知道 因为人家是会一开到中间 就先丢消息 你自己的记者会都来不及开 有网友说 喝常温可乐都是异端 你应该要问 为什么有人送常温可乐来 我刚刚也是冰的 结果是常温 好 就是 你都几岁了 你竟然没有学到 记者会先开先移 先开了 就是我全市了 后开了 就是你追着他 被人家补述 我这样讲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媒体是怎么样 你第一次开记者会 媒体会原文引述尽量 然后你后面开记者会 他就处理成同一条 就在后面说 但是柯文哲表示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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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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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那就有很多人新闻都看不完了 诸大是非常支持柯文哲 今天是爱之参 择之妾 所以民众党也好 柯文哲不要再犯错误了 你这种错误多犯几事 2008你就别想选了 2026可能都出问题 2026再商量吧 我觉得 对啊 高雄雅拉刚说 就被他爸打电话洗脸 大家的爸爸都打电话来了 全部都打电话说 你看是不是选完 就去跟绿营靠拢了 这个真心不是这样 好不好 真是的 而且我最后讲 快下台的总统 其实已经是看守总统了 他第一不能做重大决定 第二他的承诺 根本没有办法延续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大家民众党支持的 原来都很讨厌蔡英文 那结果你现在跑去见他 你说为了国家社会好 告诉我哪里变好了 哪里变好了 这个剧情就跟什么状况一样 在2004年 这个连宋败选之后 然后这个陈水扁 不该怎么搞的 去勾那个宋楚瑜 宋楚瑜去见了陈水扁了以后 犯下大错 什么大错 一路就走低 因为外面的解读就是 你宋楚瑜被陈水扁摸头 宋楚瑜的支持者 怎么可能忍受得了 你被陈水扁摸头的事情 那最后就把这个宋楚瑜 底下的那些干部 骂得臭头 就干部发现压力太大 那就通通打架回来给我说 报告这个蔡兄 我可不可以你安排我跟联赞见一个面 我们现在火烧屁股了 糟糕了 选不下去了 对啊 那后来联赞就 这个大开大合 你们要加入国民党 我通通要你加入 收回来 那我们就初选决定 所以初选决定后来 周喜悦才选台北市场 台北现场嘛 联赞也没有 也没有把他当外人嘛 对不对 然后孙大千不是继续选 那个陶委员立委嘛 对 政治上就是要运作 宋楚瑜的遭遇 柯文哲要记在心上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上一段是 郑毅兄弟当年的 王牌组合邱毅委员 邱毅委员说 他那时候 跟那个 跟宋楚瑜讲 奇奇以为不可 对啊 结果宋楚瑜跟他讲 你要滚就滚 于是他就滚了 宋楚瑜不是被 被陈水扁给玩弄了 对啊 对啊 不然证实上是吧 是啊 因为 那个时候我已经忘了 核四庭剑 是不是走出来就妈爆炸 那是联赞 那联赞也没完 联赞很有骨气 就是说 联赞还准备 就像我讲 准备个清单 陈总统 对 你照这个清单做 那陈水扁跟他讲 好好好 里面就有核四 核四庭剑的问题 对不对 就出来以后 他都宣布停止 照样打你 因为人家是总统 对 那联赞就很生气 就发动国民党总攻击 所以才把国民党阵脚 稳下来嘛 对 对 一定要这样子 就是 你不是永远不会犯错 而是你犯错之后 要展现你改革的力道 先不管 刚才有人问我说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要弥补这个事情 这个柯文哲要找民众党的这个立委 还有民众党的干部 更加请全力的去监督赖清德跟民进党 是 再有办法把这个局面挽回 那如果 要不然你以后 哎呀 政党过程平台一切好说吗 没有 你被人家拆了一个台之后 请问以后到底要不要听到 他增加国防预算 他不管你里面内容 增加前瞻预算 两三张值 那就完啊 对 对 你看嘛 国昌老师就说 他不建议柯文哲去见蔡英文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 这个我再讲一分钟 黄国昌这一次的政治判断是对的 因为他吃了太多亏了 你每次人 人前手牵手 人后下毒手 对啊 他这次连人前手牵手 都不给你拍照片 直接人后下毒手 对啊 你进去记者会 你进去活动还没开完 马上人家出独家 对啊 那这个要怎么办 我还是讲 黄国昌这次 证实他政治判断力 是不错的一个人 对 我们这样讲 叫三则功成良一 就是你大腿鼓 一直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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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折 鼓折就 就OK了 你看ST还在那边讲 我讲完三个月 不管涅洗同案都可以过关 好 那我问你 柯文哲有没有管涅洗同案 那你怎么不讲话 为什么 你说他下台了 对啊 可是他是以前台北市长 这个保姆以前就住在台北市 是不是 干要拿这种东西来斗争你 他妈滚远一点 还轮不到你 他妈自己支持民众党 民众党现在还很弱 根本没有时间去斗别人 你还在那边靠北 妈ST是不是 妈 头顶身疮脚顶楼龙 吃屎拉饭 是不是 还在那边讲 他住在台北市 那妈他住在中华民国 蔡英文要不要负责 要不要负责 讲得好 对啊 我讲直接一点 如果是体系危机 系统性崩坏 我们就检讨系统 如果今天是一个人出错 当然就那个虐待人的保姆出错 我们就检讨这个保姆 如果是监督他的人出错 我们就检讨 监督他的社工 跟监督社工的高层 可是我们不会讲说 因为你身在台北市 你什么事都不做 我告智障 好 我最后只在讲一件事情 请各位再注意一点 蔡英文两个月之后就下台了 他没有任何资格 给予任何政党平台的承诺 沟通的承诺 他现在也不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他连党主席都不是 对啊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先讲到这里 但今天这个是14号还是13号 就是台湾的外海又一艘船 那个对岸的渔船翻覆了 然后两岸联手去救人 在马祖 对 在马祖一件 然后在那个 马祖是什么岛 然后在那个什么 金门有一件 刚好两件 金门那一件 就是送外面都去收救 马祖这一边是我们的 比较靠近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要去修 我们两边都联手 我这样讲 最后只做一个简单的说法 你现在不检讨系统 不修复系统 优先打蒋万安跟侯友宜 你他妈就绿营的啦 你就不要说 你就绿营的啦 我管你现在身上挂什么牌子 然后装什么人模人样 人模狗样 人模侯样 你就是绿营的 你想要从中收获政治利益 那你就绿营啦 你以为蓝眼有收获到政治利益吗 绿营现在都没有 都已经开始在往外跑了 开始往外讲说 苏丹红没事了 苏丹红没事了 所以这个事情 我就很难理解 也很难原谅钟佩军 这个时候去打蒋万安干什么 莫名其妙 跟蒋万安什么关系 那引来一大堆 这个绿营跟着 你看你们自己国民党的女市议员 都在打讲万安不对啦 这有什么好说的 屁啦 尤其是ST说 如果是绿营限制 虐死同三个月不管 不是一样干子绿营的 干你妈的逼啦 我问你 请问卫福部现在执政党是不是绿的 那你有没有干卫福部啊 你有没有干卫福部啊 你没有对不对 你没有 然后跟我讲说 我们人道不干死绿营吗 你先干死卫福部 再跟我们讲啊 你去看看俄福联盟 是不是主要干部都是清绿的 你结果还在那边讲 如果是绿营限制怎么办 臭你妈卫福部打了没 请问林志佳打了没 请问俄福联盟打了没 没有对不对 你一个字都没有打 妈有个字 还浪费我时间好 但我们拉回来 刚那一艘船两岸都联合救助 其实感觉起来蛮窝心的 因为一方有难八方来源 那到底蔡委员 这个事情是一个常态吗 就是只要有双方的船 都在力所能及的一个位置 都可以去救援吗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海上跟陆地有很多东西不一样 你说海洋法跟 有很多跟陆地的法律都不太一样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公约 以及根据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 这两个公约我们很少听到 很少听到 但是海洋大学的人应该都听过这两个公约 真不知道 我公约很简单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发生的船难 我现在讲的是船难 不是什么岸边落水 不是不是 船班 因为这规定都跟船有关系 不管什么船 反正船出了事情了 你在附近赶得及的船 都有义务去救援 注意到 有义务 是义务 是国际义务 国际义务 这讲起来 我先讲一个我平民的看法 就是一方有难 八方来源的原因是因为 那你自己有难的时候 你当然期待所有人不分国籍 不分立场 不分职业 在海上 各种船只都要来救援的 游轮也要来救 工作船也要来救 军舰也要来救 对 就是有船难的时候 附近赶得到的船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船 你都有义务来救 从法律义务 这是国际义务 国际法规定了 法律义务的第一 第二个 道德上来讲 每一个人都道德心 见死不救 疑心有亏 这种道德 那我们大陆渔民 他遗传翻乎落水 你不要去考虑 他是大陆的 美国的 日本的 第一个动作 就是你要去救 我们先确定这些 这已经不是国际法 而是一个普世价值 是一个世界性的道德观 这个时候就不能管 你是谁 我是谁 第三个 在救人过程里面 可以排除很多法律规定 什么叫排除很多法律规定 你知道马路上 什么这里不能右转 左转不能逆向行使 紧急救援 碰到救护车 他就不必管这个 他不用管这个 你要让他 那你说 我们法律也显然很清楚 不管是 要紧急避难 或者是紧急救难 我们的消防车 我们的救护车 就有这个权力 对不对 你说你不能超速 不是 他不是说这个东西的 这个是不是叫主却违法事有 不是 主却违法是说假定你犯罪 然后因为你有必须要 要去拯救你自己 所以才会有这个犯罪 所以就没有罪 他这个现在是公益事项 这种普世公益事项 你不能说 完了以后 警察跑来跟救护车驾驶员 开你 你超速 你违背走转 不行 你跨越双防线 我要祭典 没错而算 不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法律 在设计这个制度 一样 有船难的时候 也是这种情形 你今天讲说 比如我们今天 金门的守军 看到有船难 刚开始搞不清楚 他死了一种船 我就冲过去 就这个船 一直飘飘到大陆的海岸了 我冲过去 大陆可不可以把扣起来 说你轻弱到海岸 不行 因为救援优先 救援人道优先 这个是国际公法规定的 不行 第二个 今天如果说 有个大陆的武警 或者救援船 为了救一条船 然后冲到我们的 进县之所以 你说 他把扣起来 这是我的主权 我开箱 我撞船 不行 所以从前几天 在金门海域 它大陆有一艘船 触礁了 触礁的小岛礁 是我们的守军 我们的守军 离金门比较远 离下门比较近 那他们的海警船 也出来救 主要是海警船来救 然后他也跨越了 我们进县之水域线 还好这一次 邱戴山跟他管壁里 没有很白目 没有白目说 我的祖先 不行 再来这一次的马祖 是我们的人去救 那水域就是比较偏大陆那一边的 大陆也不能讲些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是对的 这样有助于前一段时间 惊吓撞船事件 两方面比较可以降温 疏解压力 疏解压力 如果当时惊吓撞船事件 那个管大妈出来讲话 我模拟给大家 这个惊吓 我方执法 这个发生了这个意外事件 我们深感痛心 我们会公正公平的调查 我方执法是否有过当 对 或者有失措 我们会做后面的处理 对于家属 我们表达诚恳的歉意 今天会有什么事吗 没有啊 什么事都没有 不是 当时是怎么讲的 这是我方的执法线 那是三无传之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状态的意思就是 我状态的又怎么样 死人又怎么样 对 这个不能这样处理事情的 结果呢 今天呢 大陆就跟你讲 谁说你进鲜水 我就走给你看 你又不敢来 就没有 对啊 所以那个吴子佳就在痛骂说 那个什么王定宇啊 沈柏阳啊 是脑肿台独 他说 你现在大陆海警船 已经到我们进鲜水域啊 你要不要跟管大妈三个人 搭一条我们的海巡船出去 去驱离大陆的海警船 你们三个为什么不去 他只会在立法院里面鬼叫 这个吴子佳讲的 对啊 吴子佳蛮会呛的 但我跟你讲 这个蔡博士 对岸的报道 其实也出现了奇异 就是 他说我们的海警 我们的海巡 只是出发查看 没有参与救援 那这种东西就是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但可能也是 他感到已经被救起来了 也有可能 但我觉得这个要讲清楚 如果靠近了 你没有下手救 那就不对了 违反国际义务 不好 对 你看 就是蠢跟猪一样 他说台湾明明 加入联合国 国际公约 国际义务 关台湾什么事啊 那你要当海盗吗 他妈的 如果是这样子 你都不要出船出海 联合国的国际两公约 我们又没有加入 没有加入啊 对啊 我们自己把它拿到立法院来批准啊 对啊 我们还不是做人权公约 那你如果说没有加入联合国 那我们还通过同治婚姻 对啊 那妈你 你是有多蠢 然后还告诉你说 这个人权是至高无上 言论自由是至高无上 所以我们就可以吃人肉了 如果我没有加入联合国 我什么都可以干 那我就到处宣战啊 我到处拦截人家的船艇嘛 我就变海盗啊 这有够蠢吗 这是蠢到一个智障 瑞士是最近几年才加入联合国 瑞士 以前从来不加入联合国 那请问你 他有没有遵守国际共法 他当然遵守国际共法 他甚至还有Interpol 他还有国际刑警 你自己去看 那国际刑警 能不能在瑞士执法 可以啊 那欧盟跟瑞士 可不可以合作 都可以嘛 就这么蠢 就这么智障 你有种不要参与啊 你有种就说 我中华民国台湾的船只 遇到海难 我绝不救 以后人家也不救你 讲白了就这样 国际公法跟国际公约 是给你遵守用 不是给你拿来讲 说我没有加入 我没有加入联合国 所以我通通不用遵守 骂了智障 有够笨 但我觉得至少这个东西 成是国际海洋 想要在公约产生的时候 连那国都还没产生 对啊 因为海洋的公法跟公约 是一个惯例 就是从那个大航海时代就有了 对 17世纪就出现了 对 因为你那种救援义务 我这样讲 我跟各位讲 国际法有个很特殊现象 比如说我今天跟这个 朱大约法 我们要来个减肥公约 每天不能吃三吨饭 只能吃两吨 比如我们两个人签 对不对 我们这两个人 像两个国家一样签了一个国际公法 今天黄光景进来说 好 我遵守 我遵守 他但他有没有签字 他没有 但国际法说只要你说你遵守 你就受约束 对 所以不是签约国 你就会受到约束 对 这个就是国际法的运作方式 因为国际法面有个立法院 硬要说有立法院 就是联合国大会 对 只有这个 或者联合国大会所设的一些国际组织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台湾不是国际卫生的成员 对不对 那今天国际卫生组织发布一个命令 说今天有某种传染病 各国要怎么治疗 你可以不配合吗 不可以啊 对啊 没有说你讲死我 对不对 所以这国际法的约束是 当你觉得你应该遵守的时候 你就受到约束 跟你有没有签约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而且更重要的是 依据相关的惯例 就算你是渔船 你是在脱网 你要把网放 然后去救人 没错 因为这个优先是 我手上拿的是猪脚 什么鸡排 猪脚你要买去 自己去买 对我证实那是猪脚 那不是 因为有闻到香气 因为猪大尖穿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 爱吃猪肉 也不是说爱吃猪肉 它就是一个前屠夫 我这样讲 所以特别在说 海巡舰艇在 上个礼拜的一个新闻里面 有对岸的三艘渔船 越界进入苗栗 近海 距本岛井六海里 引发关注 然后管闭林说 哎呀 我们是因为风浪太大 所以比较晚驱离 所以陆渔船已经先行离开 那但是我们全程监控 有两艘渔船隔日就自行离开了 其中一艘还北上航行 由宜兰舰驱离 等等 六海里 请问蔡委员 六海里有多近 是个什么概念 一海里等于1.8公里 你这样算 就有概念的吧 有 十公里左右 对啊 你就简单讲 算法很简单 你这六乘以二 就十二公里 十二公里再打八折 就十公里 就十公里远 十公里远 那就等于从 台北到新北 没有啦 没有那么远好不好 还更近 我跟你讲 从我们这边到新北 你有个概念 这个台北从最西边到最东边 是二十公里 也就是说 你今天从那个什么 中校西路 沿着中校东路 走到中校东路 七段的南港 这是二十公里 对 那十公里大概就是在 从中校西路走到 东南南路吧 差不多是这样子 这么近的距离 基本上已经进入领海了 领海是十二海里 十二海里 他进到领海的一半了 妈呀 依法不要说驱离 就是你的领土 领海被入侵了 这里我跟大家讲 因为刚好国际法是我的专业 因为我的法学博士内的 就是国际法 我跟大家解释给大家听 领土跟领海不一样 领土是谁要进来 如果我不同意 我可以驱逐 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处罚 我可以抓人 但领海不一样 领海不一样 领海不一样 领海任何人有 有无害通过权 就是说我通过 等于说领海就是你家的什么 你家前面的那个棋楼 棋楼才产权是你的 但是我如果要多 我可以无害通过 我不能对你里面 过程更多威胁 比如说我有军舰 我的炮管要拿下来 对不对 然后还要跟你报告 朱大 我今天我有带刀带枪 可是我通通绑起来 我要经过你家门口 你不要误会 呼号学恒001 本舰准备卸除武装 无害通过 有无害通过权利 那也不可以长期停留 就是这个就是领海 然后领海在外面有12海里 又叫比林区 比林区是什么意思呢 比林区不是说 你可以行使司法管辖权 不是 而是说在领海里面 你可以行使司法管辖权 你可以如果有人犯罪 你可以抓人 有人违反你的海关规定 你也可以逮捕都可以 但是别人如果无害通过的时候 你不可以干扰他 因为他要维持正常的时速离开 对 那比林区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你在抓毒销 抓人口贩卖 送船只 追到那边去 你可以追到24海里 对 可以追到24海里 离开24海里 你就不可以追 比如说 有些人在船上赌博 干嘛 又讲到 到公海啦 大家可以赌博啦 对对对 那现在以前 就是东海必须要在 这个 24海里外 如果你赌博 是在12海里里面 他抓你 你可以抓到24海里 但是如果在12海里外 赌博 他不能抓你 是不能违法 就是你犯法的位置 如果是在12海里之内 发生 对 他可以追戏你 那你跑了以后 你不可以跑离开 你可以跑离开24海里 24海里里面 还可以抓你 这个叫做比林区 OK 那比林区 再往外 还有一百多海里 这个叫做经济水域 EEZ 对 名字叫专属经济区 谁都可以经过 Exclusive Economy Zone 对 Economic Zone Easy Easy 对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对 那这个区域里面 是什么意思 谁都可以走来走去 对 但是有几个限制 第一个 我是为了通行而通行 不可以留下来 我不可以在这边演习 讲清楚 第二个 我不能在这边 未经许可 偷偷捕鱼 对 不会捕鱼 不可以钻探 不可以 不可以挖台底的东西 不可以挖矿沙 挖海沙 都不行 都不行 我只有通行权 但另外还有个权利 就是说 我如果有需要 我经过国际海事局的同意 我可以在经济水域里面 布海底电缆 我可以经过 对 就经过 我可以经过 那你不能阻挡我 那所以 这个就是海洋法里面 规定的这个三个城市 所以不要以为 林海就不能经过 所以游轮啊 货轮啊 客轮啊 都可以经过 经济水域 也可以经过 比林区 对 所以 但应该这样讲 那到六海里 这个在国际法上面 是什么样子的概念 什么概念 就是说 我真的有需要 我就可以无害通过 但是 那你不能 那你不能 故意说 哪个刀枪到我门口来晃啊 但是不可以到 这个 林海里面 经济所益 也不可以来捕鱼 不能捕鱼嘛 对不对 EZ200海里内 没有经过 同意都不能捕鱼 但是有一种情形啊 就是 你从你那边 画200海里 我从我这边画200海里 HAPPEN你重叠 对 重叠就是双方 皆有 双方面叫协议 协议原则上 国际法规定说 画中线 可是麻烦了 中线怎么画 经常是一个问题 对 因为会有争议啊 不是 因为陆地是弯来弯去 所以那个中线 而弯来弯去 所以这个 这个就要专家 那送外面签协议 那有些 有些国家好一点 有好的话 就多让你们一点 这边我多让你一点 里面多让我一点 这个是可以用协商的中心 是用协议来解决 这个中线怎么画 像云纳国岛 跟钓鱼来海译 还有冲之鸟礁 中线鸟礁跟中国没关系 但是跟日本有关系 就是说 你现在 这个 在钓鱼来海域 那这个日本说 我经济海域 你中国遗产不能来抓 中国说 那是我的经济随意 你日本遗产不能来抓 对 那这个日本说 我已经画中线了 中国说你要中线 我又没有同意 你在中线算什么中线 他就来了 问就来了 对 所以前段时间 解放军不是说 在围导演习 在围导演习吗 那解放军有发射导弹 就打到云纳国岛 对 那日本就抗议 所以那是我经济随意 你为什么要打过来 你怎么可以打炮弹在那边 你可以通过 你可以航行 可是你不能在那边打炮弹 对 然后中国大陆就讲 谁说是你的经济随意 这也是我的经济随意 在画两把海里在那边 这个 对啊 所以就是没有画中线 就是这种情形 对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讲清楚了 大家就要明白 他有个概念 那金门情形又比较特殊 金门的情形 因为刚刚有网友讲说 已经进到三海里范围巡逻了 他说那个对岸发的 在哪个地方 在金门那边 等一下 我跟各位讲 金门又比较特殊 林海里面还有一种水域 叫内水 叫internal water 什么叫内水 就是说这个海湾 湾超过一定的幅度 左右两边都是我的领土 我可以画一条线 这里面是我的内水 内水等东领土 对 那就是我可以随时来 我不用 我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中国 在山东半岛那边 有个渤海湾 对不对 那个渤海湾不是辽宁半岛过来吗 然后这边又是那个 那个山东半岛吗 那两个半岛中间 又有很多的岛屿啊 然后国际法上就承认 渤海是中国的内水 不是领海 为什么 因为岛跟岛中间的宽度 从来没有超过这个 这个十二海里啊 嗯 所以他这样一画 就进去了 然后今下 对 今下水域 在国际法的认定上面 是中国的内水 因为实在太靠近了 这个没办法 画不出来 对 第二个 那我们说我们根据国际法 我们是画尽限制水域 我们是根据六海里跟十二海里来画 然后我们主动画中线 对 以中线做金线之水域 大陆讲说 我什么时候跟你签协议 我没有跟你协议哦 我没有跟你协议 我们有协议啊 对 然后因为没有协议 大陆採取的态度就 你台湾的渔船要过来 随时都可以 对 我们欢迎 人家至少用演的也演得很大度啦 对 然后 那台湾说 我画好了以后 你要过来的不行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状况 所以你看看 现在民进党 这一次在闹惊吓壮传事件 国际上有没有人理他 没有 连美国讲话都 讲得有戏无力 我感觉美国想要安抚他 不要 叫他不要啰嗦 安抚大陆啦 叫他不要啰嗦 对啊 委员你先看一下这则新闻 我念一下斗内 让大家各自分工 对 坏掉龙龙九说 请支持西施基 担任阿鲁巴老猪活动 并按赞分享家社群 引起无德正美 请问乌云祝福打气 谢谢 刘剑一说 支持九哥使用地狱的杜魂索 担任阿鲁巴黑丝老猪 只晚搬到打烊 都没有来电的客人 你们家车那么贵 拜托好不好 刘提良说 改编之诗巾 正风紫巾 轻轻紫巾 嘿嘿我斯 重宅不依子 您不思乎 轻轻紫配 嘿嘿我斯 重宅不从您 阿鲁巴乎 这个Chuck Tonica说 感谢蔡博士 恨铁不曾钢 指导民众党 未来请不令 继续指导 柯P跟民众党 跟邱毅博士 继续当我们的 卧龙奉处 感恩 但你们不听 这有什么用 我觉得不要太唱高调 真的 讲 你看我跟你讲 惠流这边 真的是 我觉得是疯了 你到底是 哪里来的 我念一下 他讲的事情 这个柯P的人生目标 是改变台湾 大家不在一个频道 所以柯P根本没有 必要理会外界 改变台湾 是柯P要尝试 一切的可能 而不是限缩自己 好啊 我问你 那要不要尝试 跟中共合作武统 妈的疯了 柯文哲 如果这世界上 有任何事情 任何人是 untouchable 是不能碰撞的 不能研究的 不能挑战的 一定有问题 如果这种不是狂粉 谁还是狂粉 妈笑死人 我觉得 大家不要讲什么 柯文哲是要改变人生 所以他要放开自己 尽可能做任何事情 干这也太伟大了吧 大家如果一再犯 政治上重大的错误 他能改变什么 对 他连自己都改变不了 连民众党都改变不了的时候 不要再多瞎掰 慈母多拜额 不要造神 连上帝我都不敢讲说 他会不会犯错 结果现在可以说 柯文哲绝对没有犯错 我们不需要替他辩解 人就会犯错 好 这个我继续念 等一下我们就问一下 蔡博士 看看什么叫做抹黑 韩国瑜照着意识规则走 照样被打 等一下 当过立法委员的蔡委员 可以解释说明一下 我吃完猪脚很开心 那这个我继续往下讲 一微利说 无限期支持九哥 以各种特殊道具 单阿老猪 刘冠超说 我个人认为 柯文哲这次会灭的 主要后遗阵是 以后同样的改革议题 最终民众党是要投老K的版本 还是绿的版本 真心不知道 刘和伟说 前阵子立院选举 才被民进党搞 不懂为什么 去跟蔡英文开会 一再搞这种事 只会消灭支持者的热情 那是什么 威力说你都吃不到 你吃不到 不会再去订一个猪脚吗 我们已经快要 发到第七百只了 我们上次订了 卖了一千两百只 现在老板娘 熬夜半夜吗 还在寄 寄那个冷冻快递 好 这个 David悟说 蔡大哥猪大晚上好 我今天没要撑场 我有问题要问蔡大哥 好 等一下我们call in 做好准备 请你standby 我们的call in 专线是到我们的 Discord频道 好不好 这个 等一下就好了 Scarling说 今日最大的确信 就是不用转台 一次看完邱毅 委员跟蔡委员的评论 刘T良说 国事会议是 新总统的事情 八年不干事的家伙 到下台才来言什么 你跟这个讲得很对 讲得很好 你还以为他会跟你 你还以为 他会跟你开国事会议 干过去八年都没开了 最后剩两个月的时候 开有个屁用 没有正当性 对 西屯金正恩 Jeff说 领导者可以坏 但不可以笨 麦当纳 约了麦当雄 到麦当劳 到了麦当劳 吃麦皮顿当归 与人为善 跟当烂好人 是两回事 政治就是耳鱼我诈 这个 如果都要这样 班石头砸自己脚 只在消耗我的支持 跟耐心 好了 先把David Wu拉上来 他刚刚已经说 要讲话了 刘和伟说 就跟签六点协议一样 再多搞几次 就剩同温成了 沙沙沙说 谢谢蔡委员 谢谢朱大 好了 我们先一边讲 因为David Wu已经拉上来 但他好像还在睡 来 我先给大家看这一则新闻 这个新闻下飙下狠狠 他说韩国一出大包 立院议程全乱掉 三个委员到场咨询 已经宣布休息了 好 我先这样讲 委员刚刚看完了这一则新闻 我看了 那您分析一下 这个背后是什么事情 我先讲立法院怎么运作 立法院的总质询 跟委员会质询是两套制度 是的 委员会质询是这样子 一大早的时候 这个八点钟的时候 大家都要在各委员会登记质询 但是登记质询 该委员会的委员有优先质询 是 因为其他人要排在后面 对 其他委员会的委员要来这个委员会质询 要排在后面 是 那除非你自己私下可以调 这个好像是不是叫做委员会中心主义 对 委员中心主义 就是你可以自己调 对 然后在进行这个委员会质询的时候 比如说每个委员会有十分钟质询 那朱大你质询 你用到五分钟 我就可以叫下一个委员来 下一个委员如果我叫三次他没有来 我可以跳过去 那等到本委员会委员全部执询完毕 中间有人后来跑来说 我当时执询你跳过去 那好 你补执询可以 那等到全部委员你最后一个来执询就可以 但是总执询不太一样 总执询他会这样排 就是说几点几分是谁执询 几点几分到谁执询 几点几分是有时刻表的 因为你排好了 你排好是这样子 那如果事先有人是书面质询的时候 他那个颁表上面就不会排他的时间 对 你说朱大书面质询 可是要提前改 如果你临时说改还是照着颁表 照着颁表走 那即使说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质询半个小时 总质询 那如果你没有执询完的话 这个也不能够提前 要照规定走 照着时间颁表走 因为后面那个人还没有到他时间 他没有义务要提前到 比如说朱大你应该执询到三点 那可是我到三点半才开始 然后中间那个有黄光琴 他突然间没来啦 他没来糟糕啦 那怎么办呢 那你不能说黄光琴黄光琴没有来 就接下来就马上蔡志文 蔡志文念三次没有来 那我是三点半才要到啊 不是 你本来就该提早到啊 靠北妈 连集合场集合 不是不是 我没有誘到提早到 我是在总执行 我是三点半没有到才算 会到 对 那你主席的时候不可以说 哎呀黄光琴没来 我就一直念大文 念二人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那我现在就是说 他被批评为出大包 照报导来讲的话 我必须承认这是出大包 出大包 因为你没有照颁表来 颁表来 这个就有点问题 因为事先没有人知道说 你罗宾才临时改成书面咨询嘛 嗯 如果你的颁表都在 都在上个礼拜就发好了啊 嗯 那如果我在外面赶行程 我就抓时间说我三点半到 对 那你不能说 前面的没有来 我三点半到了以后 你叫不到我名字不算 你根本就不会 不可以叫我名字 嗯 你就说 那我们休息一下 就休息一下要等 好吧 来等等 有梦最美 说如果台湾第一位 我也不能讨论 这个频道就没有意义了 干你娘 是你不抖内好不好 他妈的 什么叫做我不讨论 你他妈免费仔 在那边一直留言 在那边啰嗦 干 有种就call in 没种就抖内 随便你 如果你真的又有钱 又有种 那就抖内再call in 这个David Wu 在那边靠背了半天 就把他拉上来 一点屁声都没有 我们在拉那个 没声音吗 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 不是啊 你们刚一直讲 我想说等你们讲完啊 你就好好好 好 那我刚就想说 你一直没声音 我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我想说什么时候 不是啊 你一拉我上来 你们就一直讲 我怎么插话啊 好礼貌好不好 现在给你插 插个过瘾 你以为我是绿醋哦 诶 David Wu 来 请讲 哦对了 蔡大哥晚上好 David Wu好 我名字有没有叫错 对没错啦 没错 没有没有没有 你好 我先延续一下那个 那个 柯PG见那个 小英的事情 这样讲好了啦 蔡英勇是我心中 中华民国史上最烂的总统 没有之一 嗯 啊然后 这个你话要保留 民众党跟国民党 说不定 赖兴德更烂哦 赖兴德还没上啊 所以你要保留一下 然后重点来了 今天 蔡英文 是同时邀 民众党跟国民党 人家国民党 租主席是 14个县市长 加300多个议员 泱泱大党的主席 人家都没先去 你民众 民众党是急着去 没有国民党不是泱泱大党啊 这是 这个是 正在 正在这个 生病治疗中的在野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 我就觉得 民众党 不知道到底在急什么 啊然后 嗯 你 你为什么不让国民党先去 你一定要自己先接着去 我觉得这个有道理 这这 的确是 让让朱立伦先去给那个 蔡英文开刀 对啊 你看 你现在 你现在 阿伯你去完之后 然后被 被靖新文做独家 然后你看现在是 然后朱立伦现在是在后面 跳锤 在那边看着 看着你笑话 然后他之后 就是等到他 有利益的时候 他才 才去谈 对啊 朱立伦当然不是看笑 等于朱立伦 这个 等于是 给柯文哲提醒了朱立伦 你要去 要准备好 对 没有 你看 David讲的话 我刚刚一听 其实认同 我认同 你今天是一个比较小的党 你就让大党先死 朱立伦去或不去 你再看风向 你不要觉得 妈 我柯文哲 堂堂最有效率 我马上低个去 棒打出头鸟 尤其你又先出头 不但不该相信蔡英文 其实你这样子做 本身风险也太高 对吧 对 要准备好 要考虑周全 他没有准备好 也没有考虑周全 然后那个 我要问蔡大哥 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最近的三大议题 其实照理说 你讲的三大议题 是什么 就是 渔船啊 金门渔船啊 对对对 然后苏丹宏啊 苏丹宏 对 跟虐同 这不是最近的三大议题 没错 最近三大问题 对 泰大哥以前也知道吗 以前如果是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冲撞国民党的时候 如果 那国民党会不会打得很惨 会不会打得很惨 对 会不会打得很惨 对 因为 尊的我最近真的有点生气 就是 因为 虐同的事件对我来说 我觉得非常非常严重 对我跟你一样 因为我也是 因为我也是两个 爸爸的小孩 然后我又觉得说 目前 不不不 两个小孩的爸爸 不是 不是两个爸爸的小孩啊 两个小孩的爸爸 你刚刚讲两个爸爸的小孩 不好意思 然后重点是说 目前台湾就是 少子化嘛 少子化基本上有很多原因嘛 对 就代表说 我们的下一代 基本上是我们台湾的希望 结果 这种是 尤其是这八年越来越夸张 对 然后重点是 最近 虽然说蓝白他们在咨询都有 不错的表现 嗯对 可是 也有在开记者会在诉诸名义 也有在骂那些官员 可是目前看起来就是没有人 没有官员愿意出来负责这些事情 嗯嗯Да 也没有人要下台 对 然后民进党就他妈的就是一直在用意识型态在攻击在野党 对 如果再让他们这样玩下去的话 玩到520 赖皮德的团队到时候上海的话 是不是可以更理直气壮的这样乱搞 对啊对啊 也没错 不过我觉得在党 黄国昌表现得很好 傅昆琪也表现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值得嘉奖 都给他们鼓励 他们很辛苦 要应付那么多的民进党的 彻翼的攻击 要给他们加油 对啊 我跟你一样 人家孩子的爸爸 我跟你一样 对啊 谁不气 我跟你讲 来来来 David我跟你抱怨一下 我今天还跟光琴姐聊 还跟邱毅委员聊 还跟那个蔡委员聊 大家最近都很生气 因为干了 我们被迫要讨论这个虐童新闻 而且中间是越讨论越挫折 你中间根本有很多机会是可以接住 可以救他 可以想办法 结果通通没救到 我这真的觉得很生气 没错 对 所以照理说 David Wee是David Wee很有爱心的爸爸 就是光薛部长照理说光苏丹宏跟绿团 他应该他一定要下台 没错啦 那苏丹宏那太夸张了 他民进党还把他操作好像说中国大陆刻意卖苏丹宏的辣椒给台湾人 来毒死台湾人 就后来发现说原来这是台湾人在大陆自己加苏丹宏的 他们就闭嘴啦 那就改讲说吃苏丹宏也没事啊 吃苏丹宏不会死啊 蔡大哥我这个我必须说一下 他们要将民进党要将用意识形态操作的话 那中国是不是也可以说你才今天今天做的晶片 里面也有监视我中国的东西 对啊 对啊 你讲的好 你讲的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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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这些到底是有什么 我真的不懂 反正反正只要民进党的官员不下台 我这个气永远都消不了 对我跟你讲那苏丹宏的情形是这样子 我第一个时间就被我判断对了 结果没想到后来发展如我所讲 苏丹宏就是我们一边做蜡笔 那个红色蜡笔的颜料 工业用燃料 然后中国大陆 他的辣椒产量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随时可以买到红通通的辣椒 根本不需要 去加什么苏丹宏 这些农民也不懂得苏丹宏 直接到市场上就卖掉了 所以为什么大陆上没有苏丹宏 而且大陆辣椒行销全世界 注意到行销全世界 都没有发现大陆的出口的辣椒 有苏丹宏 那台湾这一批人是怎么弄苏丹宏的 因为他为了要降价 去买那个大陆上很便宜的辣椒 就是辣椒有不同等级 他买那个干杯杯 最便宜搞不好都坏掉了 最便宜的辣椒 然后来了 台湾人 看到辣椒已经不红了 他就去把它加苏丹宏 去染色 然后在大陆染色就运回台湾 为什么在大陆染色 因为他大陆找几个染色 那些撒农民也搞不清楚那什么东西 在台湾 你去自己去找台湾人来染色 台湾人就会去举报了 对 好 他是在大陆自己设工厂 自己染色 以后再送回台湾的 对 他赚了很多钱 他还不敢在对岸卖 对 还不敢在对岸卖 注意到他不敢在对岸卖 注意到这个事情 在对岸卖就会出事 妈会中罪好不好 搞不好关到下辈子都会出事 搞不好就枪毙了 对啊 然后他经过台湾的海关 他发现台湾海关抽检 那抽检把戏就多了 对啊 各种各样 把戏就多了 就混梦过关很多了 所以他在台湾卖了各大卖场 搞乱整个市场 好 这个事情我们要抓这个人 而且要改善我们的海关 对不对 这个是台湾人自己一条龙的 就民进党不去检讨自己的海关 不去检讨自己的食药署 喂虎布 他去检讨什么 检讨说 哦 这个是中国要毒死我们台湾人 就发现不是 他想要怎么 开始想说 苏丹红吃了不会死 好了 我们来检讨一下 苏丹红 他们自己承认什么 他说苏丹红 这个动物 食用 动物实验有致癌的这个现象 但是人体并没有证据会致癌 我不就讲废话吗 我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废话 不管食物或药品 这个第一关一定先做动物实验 是的 动物实验有毒的话就排除 无毒的话就进入人体实验 那人体实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一期二期三期 对 一期二期三期 药品或食物都没有问题 如果是食品的话 大概要两级 如果药品要三级 我们最近不是都学会这一套了吗 对对对 从疫苗开始就这样子 那苏丹红作为食品的时候 动物实验就被排除了 所以全世界没有人把苏丹红拿去做人体实验 就跟没有人会测试长时间吃屎 对你会有什么影响是一样的 然后他说没有证据证明 因为你就不需要去做人体实验 也没有去做人体实验 不是吃的东西 然后他发动什么测语网红 什么自欺欺欺啊等等 其实没有证据对人体有 有致癌的风险 动物有不表示人体 他在说什么 讲着没有尝试的话 所以这台湾人好骗是不是 所以彻翼网红已经骗 当然后来好像那个什么自欺欺 有道歉 废话妈真眼说瞎话 当然他道歉 这叫自欺欺人 对啊 然后还要什么 还要把什么茶叶咖啡都扯上去 哇这个全天下最好笑的笑话 为什么 茶叶跟咖啡的确是 有一些报告 认为茶叶用了农药 或者用了什么东西 那发酵过程有问题 它是可能自欺的 但我们台湾的乌龙茶 没有这个问题嘛 除非你去跑去买越南茶 到台湾来乱汇去通 发霉的东西 当然会有自欺的风险 花生有没有 那个如果发霉也会自欺 对啊 那咖啡也一样啊 一般店的咖啡 所谓把它放到发霉啊 可是全世界的确有一些咖啡 放到发霉 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现在他把它拿茶跟咖啡 来比苏丹红 苏丹红是做蜡笔的 小孩子玩蜡笔用的 你说民进党这些关联 这样为自己辩解 自己行政不利 督导不利 而且还找这种理由来骗台湾 你说可恶不可恶 对啊 洗版真很可恶 Devi 怎么样 你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讲 不然我要换后面的人上来了 感谢你在这个时候急难支援 我们换下一个 好好好 我们先拉新同学啦 Aircat 那个弹头 把它拉上来 那 我觉得刚才蔡委员讲的很有道理啦 你如果是行政书师 让这个产品进来的 就检讨你行政单位啊 结果你都不检讨 那到底要干嘛 毒物跟致癌物 不需要做人体实验 好吗 这个蔡云达讲 又不是731部队 那个Edhan你已经被拉上来了 如果没有话要讲 30秒之内 我们就换那个 小粉红东风 可以讲了吗 有有有 你声音要再大一点 声音OK吗 再大一点点 喂喂喂 有啊 有声音吗 好多了 有 这个弹头先生怎么样 有什么想问的 我是 对我是 蔡委员跟朱大豪 你好 我要怎么称呼你 他叫Aircat 我就是弹头 弹头 弹头 这个名字 Aircat 这个名字很有趣 很可爱 我 我其实 我是柯文哲的支持的 这是全家都投 拉票拉他 四年后还要投给他 当然 当然 对 这已经 还拜托家人 就用孝心背 直接 签他们投了 对很好 做到这种程度的那种 对那 我其实很想问 就是关于 阿伯跟 那个 我们的八年执政下来的蔡总统 因为 我觉得不管去或不去啦 都会被做新闻 对 去的新闻就会这样 不去的话 我觉得新闻的标题会变成 政党可解 标题就像 政党可解 说谎成性 总统亲自邀约 柯 柯 柯 既然聚 聚邀 我觉得不管怎样都可以写 对 我同意你的看法 所以我是觉得说应该 他邀请你应该去 但是 这要作为公开邀请 不能说 对外面不报道 这不对的 要公开邀请 我们又不私下多多约会 要先公开 继续继续 马上就要讲了 结果我昨天听 我听说他是 查了一个月 到昨天新闻报了才知道 这个的确有他不对的地方 谈完才报 谈完才报 对 我是希望 因为阿伯他以前就是个医生 你知道吗 他可能就是 不管 就是他那个想法就是 人家不会骗他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从 对观察到现在 好几次 真的好几次 我希望 朱大你有机会的话 如果可以再邀那个秘书长 来 朱大三月一号才跟柯文哲吃饭 所以我也可以比上 那个民进党的那个逻辑 要怪朱大 跟没有那么阿伯讲 我跟你讲 我怎么知道他这么容易被骗 这种一般人都知道 为无好会 我这个民进党逻辑对不对 对 就这样 你三月六号跟阿伯吃饭 阿伯请你吃饭 你准备跟阿伯提醒 那你看这怎么怪我呢 谁千算万算算不到 你不能 不是啦 有朋自远方来 非奸即盗 你今天要做政治 要抱持这种心态 你已经不是医生了 医生 你通常治的人 要么躺在那边 要么是他找你要看病 不是他找你要聊天 这两者不一样 好不好 这个我知道蛋头 你也是爱之深 但是觉得应该要多帮他讲话 可是有的时候搞到我们 没有办法帮忙讲话 你觉得我们怎么办 蛋头请进去 我其实站在中间这样看 我觉得木鸟啦 木鸟也自己要去想 他说有跟八位的立法委员 都有去沟通 那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沟通 他们家的事 我没有要管 没有黄国昌是反对 黄国昌也怕他上当 对啊 是吗 可是我昨天看 老师跟阿姐的直播 他是说最后是祝福 他硬要去 等等等等 蔡伟让我讲 让我讲让我讲 蛋头让我讲让我讲 那个 好请 你 我没有任何意思 也没有要诅咒你 你前女友跟你分手的时候 你会说 干你娘七八 去吃菜啦 还是你会说 那我祝福你 希望你能够遇到更好的人 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到现在单身十几年了 我没有打算结婚生小孩 好没问题 但总有可能教女友 我的意思是 你要站在黄国昌的立场讲 就是 既然我拦不住你 我只能说祝福你啦 那这个事情我们 人在行走社会 我这样过度诠释 你也可以这样说我 但是我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国昌老师 后来说祝福啦 祝福就是 我没办法啦 没办法 你随便啦 这希望你可以 大概了解一下 我理解你的意思 我理解你的意思 他可能已经阻止过了 但是 有啦 黄国昌是反对啦 黄国昌是反对 懂我懂我懂我懂 因为黄国昌毕竟在丛林野兽中混过 刀山剑海 活里来水里去 所以他知道 因为黄国昌被罢免过 所以他知道几钟 你还不是也被罢免过 问题是我罢免的时候 他被我打败了 黄国昌是躲起来 被打得躲起来 那怎么样 这个蛋头 你觉得 柯文哲或民众党 接下来应该怎么走啦 你既然是支持者 你也可以给一点 这个意思 给一点建议 好不好 我觉得至少 还是 我觉得他年轻族群 网络世代 他不要担心了 他想要去担心的是 那个六 这是投票的人数 65岁以上的 那个900万群的人 有道理 有道理 对 他就下乡 看要怎么去搞 真的 我觉得年轻的世代 网络世代 他不用太担心 因为网络世代 我看大家 以前我不关心这次的人 因为这次我是从 22 22开始 才比较 就是乐中这次 因为其实蔡英文做的前 就是八年嘛 四年前 其实我没有太大的 太大的感觉 随便乱投就对 毁坏的形象 然后连 那个什么 2019的反送中 那个对我来讲都 我其实都 我不会受到那些的影响 我那时候我们家庭是深蓝的 蓝营的支持者 对 我根本都不管那些的 但是 但是你知道吗 20236月 那个 交通部吧 因为我是职业驾驶人 然后改了那个既点政策 既点政策之后 哇 你就气啊 那个 我们公司全部炸锅了 因为那个三点直接扣 扣车 12点扣驾照 对 那个是直接影响一堆人生计 但是 这个交通的问题 真的就是 也不是 每件事都是两面 我真的也没办法说什么 但而且我 我还有那时候跟 一些同事 几乎都是绿的 嗯 我没有跟 我也没有跟他们讲过说 我们家是 以前从来没有讲过 因为投票就是 他感觉他们就是政治能干 但是这次都说 哦 这个政府太过分了 全部都 要投 改投啦 哦 对 对 还有70岁的老人 对 同事 就是那个重世代 他也 他就是做那个身体健康的那种 我们老板愿意请的 哦 从绿营全部 对 全部 全部反 对啦 但我 我最后 有办法去讲的 我最后补充一点 你刚提了一件事情 你说 柯文哲应该 赶快去下乡 你 你也支持这件事情吗 对 我超级支持 一定是去下乡的 嗯 对啦 网路世代真的 现在就是让 呃 至少我有看的 嗯 我目前网路上看到的 呃 张奇改委员 然后 那个老师就不用讲了 我超支持他的 他要选什么 我都同意他 好 对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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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 现在观察网路 比较低迷 没什么曝光度的 我其实是 有一位林委员 我几乎没有看到 他有出现 诶 是林义军 那位女性的林委员 哦 有有 光晴姐想要发他 但是 不知道发不发得到 对 这个 这个我反而是在网路上 没什么看到 嗯 好 这个 我后面有人在等了 今天很谢谢你call in哦 希望你这个 初次call in 对 希望你以后多多call in 好不好 我希望你一切平安 尤其是职业驾驶 祝你一切 顺利赚大钱 顺利平安 好吧 我最后再补一句 我之所以不结婚生小孩 跟 那个 就是因为我有业务过失 就是现在还在还债 我现在的 新手 养家人刚好 不宜 取婚生子 谢谢各位 好 谢谢你 那这个 Acan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听我们中午的直播 有 那个上海的网友 教大家如何把眉 非常 非常深入谈 好 谢谢你哦 这个Acan 一切平安 拜拜 拜拜 我们再把这个 小粉红东风好了 好像还没有跟他连过线 这个一定是对岸网友 人格保证对岸网友 这个 小粉红东风 你每次在留言板 气扑扑 现在把你拉上来了 换你call in啊 来声音没听到 请讲 昨天黄国昌好像就吃这个 花生米 哎 断了 他自己下去了 好 声音没弄好 那把那个拽牙拉上来 拽牙 来拽牙 你是不是拉我 你没拉 你拉 我 那个 主导你拉到拽牙了 我是拽牙 你拉错了 我 对啊 我拉拽牙 没有那个小粉红东风 我一拉上来就掉下去了 我关一下那个声音 OK好 那我讲一下 就是 蔡维元 主导晚上好 我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 听得到吗 有 听得到 听得到 好 OK 那因为我 第一个就是 客问这已经去了 然后 表现也就那样 就是 目前伤害已经发生了 那我觉得 目前 接下来更进 就是需要去做战后处理 那我是觉得 既然如此 为什么民众 那你们觉得这样 就是民众 为什么会打折 随棍上看 看试试看 就是反正 蔡英文不是有说什么 就是 呃 国军的部分 然后那个 社会安全网 然后还有一个 突然想不起来 叫什么 忘记了 还不重要 就是那个四个上中 有带上 老保破产 基本上 就是那个 第四项 基本上他还管不到 他还不会党主席 说真的跟他替势 嗯 对 那前三项既然有 他的蔡英文都说要跟民众党 一起支持 这三项东西嘛 嗯 那为什么我们 民众党能不能就是 直接去跟党团去合作 在这个会期 就是520前 去推出 把这三个 三项有关的法案 直接推出去 然后 看民进党的那个 立委支不支持 然后用这个去威胁 他们来投这些票 对 用蔡英文的承诺 如果 如果那个 就是 民用党党团不支持 民进党党团不去支持 这些法案 因为其实 民进党目前不是 下什么兼臂亲野令嘛 就是民众党提案 国民党提案 全都不要嘛 嗯 目前我所知道的消息 是这样嘛 对 什么都不要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 反向去操作 看能不能就是 对民进党 民进党都没有提案 民政党加民进党 对 民进党加民进党的心 民进党在等他们的新总统上任以后 他们有准备很多案子 那因为现在 即使提了案以后 也都是会 应该是下个会期才省得到 对 这个 我想Jaya 因为现在是总咨询的时间嘛 对 因为我想要通知一下时间 后面蔡振元老师要上 关于孙中山的课啦 所以 上什么 你不是你后面有写啊 那什么孙中山 中山桥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啦 Jaya讲的没错 那就将计就计嘛 我就提案 然后看你约不约 然后这个Hans Chan讲的没错啊 蔡英文在野的时候 老马要找在野党主席讨论沟通 蔡英文就直接呛他 那为什么科B不学呢 那我先谢谢Jaya的call in 以后记得多call in啊 希望你一切平安顺利 好吧 谢谢你Jaya OK好 OK 拜拜 有网友问说那个 我们Disco的加入邀请码 再给一次 好 我再给一次 但今天 后面call不call in 不一定啊 要看这个 蔡博士有没有空了 各位 妙了吧 为什么要讲孙中山呢 因为根据蔡振元博士的脸书 孙文搞革命流亡日本时 曾化名中山桥 但中山是姓氏不是名字 孙文也不用中山为名 为什么我们后来把他叫做孙中山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是有个有趣的典故 因为孙中山在流亡日本 要去登记住宿 酒店的住宿 要一个假名是吧 不是 他写他本名 他的日本友人怕说会出事 那就在这个本子里面 写个中山两个字 那为什么写个中山两个字 因为酒店旁边就有一个 日本的贵族 这个贵族叫中山猴爵 他们家是属于公猴脖子男的猴爵 那时候还有华族是不是 华族 那就是贵族 现在是 Nakayama 现在还有 有个中山 所以他想到 这中山 就用他的姓 把他签上去 那孙文先生 他也知道这是姓 不是名字 所以他就在中山后面 写个桥 这桥夫的桥 所以用中山桥的名字 登记为住宿用的 那这个故事 后来变成他朋友里面 经常嘲笑他的一个话 就变成 你怎么取这么好笑的绰号 怎么好笑的艺名 对 就说怎么取一个中山桥 桥什么桥呢 那他有个朋友 叫黄中阳 是南阳的华侨 警长支柱他 简单讲孙中山的革命 金主 赞助 有一个写信就调侃他 他说别人说 你这中山桥取得很拙劣 我觉得很好 因为你跟刘备一样 都是中山靖王的后人 都在搞革命 刘备姓刘 你姓孙 没有啦 他说孙中山是 要在 戏分为一 驱逐达鲁 恢复中华 这一句话不是孙中山先讲的 你知道谁先讲的吗 谁 朱元璋 朱元璋当年就讲 驱逐达鲁 他要打败元朝的时候 他的口号叫 驱逐达鲁 复兴中华 名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版本有点不一样 有人说不是驱逐达鲁 驱逐葫芦 葫芦兴中华 恢复中华 文字完全一样 这是朱元璋 当时写的 昭告天下的习文 的第一句话 后来 被人家 被这个 同盟会把他拿来 作为同盟会 但后来也改了 因为五族共和 你也不能一直驱逐达鲁 赢了你就改 赢了就改 赢了就改 那我们回过台 所以他的黄中亚朋友 就有点的半调侃 半捧他 中山桥没有像朱大桥 他那么差 这个 那个谁 刘备 复兴汉氏 你也在复兴汉氏 而且刘备 他是中山晋王的后人 中山晋王是谁 名字叫刘胜 他是汉景帝的儿子 是没错 那日本人的中山家族 也是引用这个 他也是引用这个 引用刘备 日本人很喜欢三国字 对啊 早期的日本人 是没有姓的 所以什么田中 后来才改成 那已经是汉朝之后的事情了 那这个中山家族 就看三国字 觉得中山晋王 这名字不错 了不得 很好 就取名中山家族 是这样来的 那些问题来了 为什么汉景帝 封他的儿子 会封中山晋王 竟是他死去以后 才取的义名 那个叫四号 四号 真的官位叫做中山王 对对对 那为什么他的封号会叫中山王 因为他封的地点是在河北定州附近 在河北定州 那古代这个地区就叫做中山国 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 那个地方有个诸侯国家叫中山国 那中山国这些人是谁 这些人是汉族 但是他们长期在太行山游牧民族 他们有定居 大概从山北 一直到太行山这中间 游牧 然后后来 他们第一代的首领 后来称作文公 因为中国很喜欢讲文 第一个叫什么周文王 第二个叫周武王 第三个 文武一直排下来 什么汉景帝什么东西 那文通长的脚是第一个祖先 所以他们的中山国的文公 就在太行山的东路 就太行山跟华北平原中间这些地带 就把他租人召集起来 然后就变成一个小诸侯 就叫做中山国 但是当时没有国号 没有国名 完全没有 没有都没有 他的儿子就是武公 公侯博子男 一诸侯嘛 那个时候春秋时代 那个周朝皇帝 就给他一个公爵位 然后武公 这武公就把他从这个山林的旁边 就迁到了河北定州 那后来再迁到河北的平山 河北的平山 一直搬家 没有办法 因为要人口增加 房子要大一点 那刚好搬到了那个地方叫平山 平山 平山的时候 那个城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个城刚好 它有个三连 刚好在城的中间 就有点像那个拉萨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什么公 拉萨的布达拉公 它刚好就是在拉萨的市中心 那因为这个现在去看那个河北的平山 平山市 它的市中心还是有个山在那边 所以他们就取国号叫做中山 因为我的都城中心有山 就叫中山 是这样来的 那所以在春秋战国就称这个国家叫中山国 中山国当然只是几个县城而已的 没有很大 那在这个差不多这个公元前406年的时候 魏国 那一个很有名的将军 叫耀阳 东兴耀阳 对 东兴乌鸦 哪个阳 音乐的阳 音乐的阳 就念耀吧 对 那耀阳 也 牛羊的羊 在战国时代很有名的将军 他就率兵去把公山国给灭掉 灭了 但是到了公元前380年 就经过了26年以后 中山国的第三代的诸侯 就是武功的儿子 叫桓公 齐桓公的桓公 齐桓公 他就复国了 然后就复国以后国势越来越强盛 到了第五代的时候 叫做错公 错就是蔡家错 这个朱家错 那个处 处兵 对 就是处的地方 对 那为什么取名这个名字 我们不知道 叫错公的时候 他势力到达巅峰 就屁股就扬了 就率兵攻打燕国 惨啊 燕国当时还蛮强的 没有 那燕国那一轮 趁你需要你命 对 然后南方就攻打赵国 然后打完了以后 到了公元前296年 已经传到了第七代了 第七代的时候 就由公自己升为王 就自称上王 因为当时乱嘛 礼崩越坏 对 对 就到上王的时候 被赵国所媚 因为他侵略赵国 侵略不成 不反而被赵国所媚 有了 所以这个中山国 刚好立国有211年 然后有趣的是说 他是由这个 游牧部落社会 变成定居社会 所以 对 从采 也就从游牧变采 不是采集 从采集变 跟田 跟种 采集是你不用做什么事 就是吃货物 叫采集 抓鱼采集 那游牧的时候 你自己要养很多动物 对 那他要带着竹水草而居 带竹水草而居 然后这个 他血统也是汉族 不过因为是游牧民族 所以定居的农业民族 在中原的汉族 就称说 把它称作鲜鱼部落 鲜是新鲜的鲜 鱼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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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鱼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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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鱼顺 当时我们称作 鱼是唐瑶 那顺是鱼顺 那可以鱼 鱼美人的鱼 鱼美人的鱼 然后这个 所以我们称它叫鲜鱼部落 但是我们汉族的历史 习惯上把它称作北迪 北迪有很多的部落 其中在鲜鱼部落 可是因为鲜鱼部落 都把白色了 因为以前中国人觉得 喜线就要挂红的 穿红的 可是这个鲜鱼部落 是崇尚白色 上白 跟现在一样 新娘要穿白 纯洁就对了 他们觉得很棒 对当年 可是当年如果有白色 表示你的脱色能力很强 你的蚕丝脱完之后 其实是黄色的 你要把它弄到变得白 不容易 因为他们就是崇尚白色的 所以中原的汉族 定居部落 周遭赵国 燕国就称他叫白迪 但并不是白人 不是白人 有人就好笑的 就是以为白迪是白种人 而且不是黄种人 而且是汉族 搞错 我要提一件事情 后来我们讲 孙中山 他的一生 从名词来讲 齐齐服务 跟中山国一样 齐齐服务 对啊 他失败其实多于成功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 有网友讲说 河北的池周遥的配色 似乎和中山国的审美有关系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 导致这超乎我的能力范围 你们讨计一下 再告诉我 但蔡博士接下来要告诉你 到底孙中山一生功过 盖棺论定要怎么判断 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快要去世之前才成功 那时候 和平奋斗救中国 举个例子 他搞新中会 也没有搞成功 没搞成功 那后来跟光复会 什么华新会 组织成同盟会 第二年就闹翻了 对啊 他们那个时候在日本 闹来闹去 斗来斗去 最后分分分分分 所以表面上 他是同盟会的总理 事实上 张太炎就是他的死敌 被朋友变死敌 那当然这过程也很复杂 他人和其实也不太好 他蛮倔强的 对 那这个 我们可以说孙中山 孙文是一个很热情的革命家 而且从不言败 你看他败了多少次 屡败屡战屡战屡战屡败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一下 从这些看来 他是一个很失败的战略家 讲白了就是 他努力很有热情 可能你说不知道像不像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最后也失败 但是他有没有热情 很热情 然后在那个时候 过了各种各样生活 可是切格瓦拉真正掌权之后 就变独裁者 对 然后孙中山的政治目标 当然是要重建中国 因为经过袁世凯 北洋政府也弄乱七八糟 把他重建中国 所以我说 他做一个中国的子孙 做一个中国人 他努力到这个地步 可以说抚养无愧了 因为他的中心思想 其实一直没有变 没有变 然后努力也没有变 对 迈向共和里面 有孙中山先生的演讲 对 然后这个国民党 当然会讲说 他这个所谓的 创建中华民国 武昌起义 我们如果是做一个 国民党人的话 就会认同这个说法 但是如果做一个 客观的历史学者 对这个事情会有所保留 为什么有所保留 就是说 首先创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武昌起义的时候 他人在美国 对啊 他人不在 他人不在 开第一枪的也是黄兴 李延宏 李延宏 李延宏不是同盟会的人 后来跟孙中山 是分道扬镳不同挂的人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为什么会坐上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是李延宏跟黄兴 两个人相似不下 那黄兴不是兴中卫 不是孙中山的人马 他是另外华兴会以外的人 但是他跟孙中山处得很好 后来孙中山搞中华革命党 他也不参加 他两个在这边 又闹翻 闹翻了 然后对于这个 所以两个相似不下 找一个认为实力比较弱的人 就找孙中山 所以他是因为最弱 因为无兵无将 但是有很高的知名度 他的知名度就是因为在伦敦蒙烂 对对对 然后被人家救出来 对所以全世界之战是这个人 那所以他当了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而且当时有写下证书 就是证词说 这个我当临时大总统 只要袁世凯愿意跟我们合作 我就立刻辞职 对他算是有胸襟的人 不是有胸襟 登基之前先签 李延宏这些人 你正在跟袁世凯谈判 这个叫婚前协议 婚前协议 对婚前协议 并不是我们国民党解释说 他大度浪 其实不是 就不是 事前就签好约 不然就没有 所以他的那个什么 就职事实里面就有先宣读这一段 宣读这一段 OK 那后来他搞中华革命党 要袁世凯称帝要反他 还有什么二度革命 也都失败 这个边边一直问说 蔡博士毛主席评价如何 麻烦抖多一点再说 不要老是吗 免费要听人家故事 对然后这个 但是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他整个就有一段时间 非常的失忆 声望非常的低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袁世凯在当家的时候 这个日本人要袁世凯 签21条协议 对 就是说你要签21条协议 你要受我的控制 你要等等 然后袁世凯不愿意 对 袁世凯就故意的把日本人 给他的21条协议的草约 丢给英国人 英国人就大肆轩然去骂日本人 对 说你怎么可以独吞中国的利益 对啊 我们也要 闹得很大 那日本人就很生气 就丢出了一封信 是孙文先生写给日本的信 他说你们孙文当时也同意 哇 错在了 这叫戏啊 这叫戏啊 所以孙文被整个所有的舆论骂的臭头 低潮了 低潮了 低潮 包括他的什么 他的大舅子叫孔祥熙 孔祥熙 公开在舆论上跟他切割 大家没有亲戚关系 哇 这么 然后这个还骂他 很难听的话骂他 孔祥熙当时 孔祥熙因为娶的是大姐 有权利骂这个妹夫 对妹夫 因为就比较是晚辈 晚辈 那所以当时孙先生都躲到上海去 没有人理他 除了几个国民党的老朋友 也没有理他 当时也不叫国民党 也算国民党 当然是国民党 对啊 是国民党 不叫中国国民党 对叫国民党 好 那可是那一段时间 苏联共产党派了一个人叫岳飞 就 联合荣共 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联合荣共 姓越的越 越南的越 对越南的越 岳飞他是犹太人 那是苏联共产党的重要干部 特使就跑到中国来 他看到中国乱成一团 没有办法帮苏联 去抵挡日本人 他希望把中国 团结一个政治势力 可以抵挡日本人 所以那个时候才有 联俄荣共 这个概念 他先去找谁 先去找吴佩虎 军阀 而且吴佩虎当势力最大 没想到吴佩虎把他看成小孩 觉得吗 我手上有兵有将 你什么文人革命 十年不成 他不晓得苏联共产党 是什么东西 好了 然后岳飞就 就后来想一想 我就找那个比较私益的人 私益的孙中山 就跑到上海跟孙中山 两个一聊的话 很契合 然后孙中山说 你们苏联共产党这一条 还不适合中国 对 要适合中国 还是有三民主义 我们要调整过 但是你要支持我 好了 那两方面就发了一个 孙岳联合宣言 对 就开始推动什么事情 重组国民党 重组国民党 建立黄埔军校 因为当时国民党 已经变成乱七八糟的政党了 对 对 当时 因为这个是在宋教人被杀了以后 国民党变乱七八糟 对 重组国民党 就是把各党各派都拉过来 重新组一个 对 那其中拉过来 包括中国共产党 哦 难怪 并不是只有孙中山就有人马 把各党各派的 所有人都拉过来 都拉过来 可是人家组一个政党要有钱 对啊 没有金流啊 怎么办 苏联老大哥来 然后要开那个什么 要开那个 办一个黄埔军校 也要很多钱啊 嗯 然后苏联就答应说 他提供钱 哦 那他怎么提供呢 孙岳跟 这个孙中山跟岳飞 签了这个共同宣言之后 孙岳宣言 孙岳宣言 岳飞 这位有人啊 就跑到日本去找日本人要钱 黑龙会吗 不是 他找了日本政府要钱 找谁要钱呢 那个日本政府的外交大臣 外务大臣叫做厚藤新平 怎么又这个人 就当然来台湾了 台湾的民政长官 后来升格为外务大臣 哦 他找他干嘛 他岳飞就代表苏联 跟日本签了一个捕鱼协定 就是我苏联 在库越岛附近的海域 二货刺扣海的海域 哦 好多帝王蟹 你想要帝王蟹 允许你日本人来捕鱼捕虾蟹 哦 帝王蟹 帝王蟹 然后签20年约 哦 你要付我钱 白银多少 没有 第一笔钱多少 第一笔钱美军150万 那个时候150万有很多 很大 开玩笑啦 然后这个 这个岳飞就叫 叫这个厚腾新平 把这150万 从东京银行 东京一家银行 汇到哪里去 汇到厦门 有一个银行 叫台湾银行 什么叫台湾银行 台湾银行当时在厦门 跟广东有分行 哦 那就汇到那里去 汇到那里去 等于他对他来讲 是国内汇款 因为对不对 他走的都是日本的金融理系 当时还没有什么外汇交易 那当时没有 你想了 你不要以现在想以前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搞错 然后这笔钱谁去领 孙中山有个助手 叫廖仲凯 廖仲凯 他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 就黄埔军校的书记 哦 就是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 然后当时的校长叫蒋介石 蒋介石听命于这个廖仲凯了 廖仲凯当时是孙中山最重要的掌柜 就是刘太一那个感觉 比那个位置更高 还要盖更高 这个他应该是 央行总裁吗 那没有央行 那个没有央行 拿了150万美金 在当时一毫大 富可敌国啦 也没有到敌国 在开黄埔军校 然后重逐国民党 就把国民党 共产党的人 然后其他党派的 那都拉进来了 所以当时 黄埔军校才有个周恩来 才有周恩来 对 那当时这个孙中山 我们一起革命 北伐嘛 不要去管 你本来是什么党不重要 一起合作 都听我的吧 对 当时的确是如此 那可是孙中山 那个时候死得早 可不可否认的 孙中山搞这个黄埔军校 从黄埔军校走出来 有很多很多的 国共两党重要干部 这的确是 这的确是 很多人不晓得 比如说我们知道 孙中山被陈炯明叛变 他曾经从广州的总统府 就逃到海上的 有封建 有封建 那我们历史上写说 哇 蒋介石 从浙江千里不远来救他 开船来救他 不是啊 从搭船来 搭船 到了永封建来救他 其实国民党讲历史 故意忽略掉 又忽略什么 有时候很难 讲解不好听 孙中山逃亡到 这个永封建的时候 附送他的侍卫 名字大家都认识 都认识吗 叫叶建英 叶建英 哇 叶大元帅 大元帅 那时候他是少尉 那时候保镖 四位队的 一个小副队长 我真不知道 你们国民党 历史都不讲完整 怎么可以提呢 不可提 原来叶建英 护孙中山有功 那个谁 那个央州美党 陈庚 陈庚也是黄埔军校 的毕业生 当时 蒋介石 到东征去打陈炯明的时候 有一次轻敌 自己带了一个小 一个轻卫队 就跑去视察战场 就被陈炯明的部队包围 包围了 包围了 陈庚 就背着他 陈庚年轻力壮 蒋介石那时候 逝死了好不好 对啊 陈庚那时候才20岁 20岁 果然身体不同 反响 就真的背着 蒋介石 跑了 听说几十公里 这么厉害 冲出火线 火线大逃亡 救了蒋介石 这个典故后来有一次 因为陈庚必须是共产党员 对啊 后来不好讲 上海 这个在上海陈庚 被这个戴笠抓到了 要把他干掉 间谍头子抓到你了 对 蒋介石说 打电话给这个 这个 我们的戴笠 戴笠 放了吧 我还他一个人情 还人情 救他一命 那陈庚是谁 是毛泽东的建国 开国大将之一 那没想到你们 你们国共一家亲啊 同一个学校出来的嘛 还有当时的中国国民党 走出了两个人 一个地位当时还不高的 叫蒋介石 对 一个当时的 获补中央委员 叫毛泽东 毛泽东那个时候 已经位居高位了 对啊 然后有趣的 毛泽东他负责农民运动 当农民运动训练所的首长 对 然后呢 他有一次觉得 薪水不够用 费用不够了 对 他写了一个公文 给总理孙中山 那内文的意思是这样子 这一份公文 现在还在国民党的党史馆 亲笔的 说报告总理 我最近盘产比较缺 可不可以帮我加薪 那家总理怎么批的 这个缺钱找仲凯 就廖仲凯 又廖仲凯 因为 仲凯有150万美金 仲凯 不是 这个孙中山根本搞不清楚 国民党多少钱 反正他要钱就找廖仲凯要 倒是 你看那个 我们首先要贺刘建一成交 他值班 结果成交一台 你上Kicks 但是他Lexus的业务 为什么成交你上的车 这件事情很奇妙 我也觉得很奇怪 刘建一如果有空上来解释一下 那 谢谢 等一下最后我们讲一下基隆的罢免 讲一下下就好了 我赶快 因为 孙中山讲完了没 好像还没讲完 差不多 理想面 没有 就是 这当然了 国共分标是在1927年 蒋介石那时候北伐已经快成功了 对 然后发现这个共产党的群众力量很强大 是 因为他用农民起来 对 那所以蒋介石就结合白崇西 发动清党 清共 国民党讲的清党其实很简单 就是 大逮捕共产党 杀光共产党 当时大概听说杀了快四万还六万人 那时候有这么多共产党 对 共产党 所以就开启了国共内战 从1927年一直打到1949年 但是最后还是共产党赢了 共产党赢了好几代干部了 要讨论西安事变什么东西 但扯远了 扯远了 这个 我先念一个 董内念完之后我们讲一点点 基隆 罢免案 因为这个事情很扑朔离奇 这个 对 因为我今天讲了比较久 大家call in也call比较久 我们就多拗一下蔡博士 不会不会 Teresa说 柯文哲虽白目 但听得尽建言 我非常支持他 但台湾政党需要有蓝绿之外 第三势力 制衡蓝绿 如今民众党就是第三势力 所以党主席柯文哲 有点白目 自以为是 但柯的优点是 听得尽别人的建言 没有身段 所以需要召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 锁定议题 专案配合 从国际外交 两岸关系 国防能源 年金 住宅等 国政问题 一项项帮柯文哲 制定强大的智库 绝对不可独断力行 我这边只补一句话 你的确 听得尽别人建言 但不要谁跟你讲都听 蔡英文说 来碰个面吧 要不要帮你装这个 不用不用 好 来碰个面吧 你就妈 真的跟得去 干 真是的 好 黄彦博说 奈米斗琴 两位喝饮料 晚点快回放 一别两说 先跟蔡教授说 教授好 我一个死老百姓的感觉是 随便柯文哲见谁面 随便他又怎么样了 对于社会的这些乱象 还有一大堆实安司法 国防 社会安全 教育 医疗 媒体 等等数不完的崩溃 现在讨论他做什么 不觉得都很白痴吗 什么党不合 党性合不合了 不觉得看起来极度可笑吗 我们台湾人民看起来 不就是那可怜的孩子吗 还要再压案吗 渝翁得利的民进党 要你吞什么就得吞下去 不是吗 合作一起努力 扳倒绿共很难吗 我是觉得就因为这样 你才要珍惜柯文哲 不要让他壮志未愁 生鲜死 还没有搞清 还没有搞成功 都被人家干掉了 真是的 Winny说没办法超级油言 你脚没锁卡 应该都可以 杨俊安302说 昨天的蔡柯会 我觉得棒 今天某色立委团 还真的以为 在过去八年实习 真恶心 我跟你讲 你说不对 蔡柯会绝对不棒 因为你中了人家的陷阱 你先不公开 后不透明 就被人家连骂一个礼拜 信不信到下个礼拜 这个时候 柯文哲跟民众党支持者 还在吵架 实在是麻烦 Ten Wu说 小斗感谢黑师朱大 跟美丽光姐 让大家不受传媒荼毒 谢谢 黄振光说 请问副委的条件 与限制相关规定 蔡博士认为 有无改进必要 若有朝何种方向努力 另外蔡博士看过 最快的副委 约需耗费多少时间呢 这个东西有办法 快快回答 没有副委可快可慢 因为 就看要不要讨论 部位就是一读 一读通常是没有讨论的 就是一个案子 进入程序委员会 只要程序委员会 不挡就很容易 进入一读议会 那一读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人反对 就念念题目 就交给委员会去处理了 很少人在一读的时候 会反对 好 等一下 我刚喝了一口口水 杨俊安说 万事东事务所 朱大阿姐是 其中之一 实话实说理性的频道 站在 对 所以忠言逆耳 为什么我们要说 柯文哲这次做的 没有瞻前顾后 就是因为 你再折损下去 真的不知道 还剩多少了 那个Zicky赛说 我很好 如果Google过往虐童案 都在几天内 有新闻报道 为何凯开案 去年12月24号发生 到今年3月才见爆呢 因为俄虎联盟吃案 对 就这样 他们自己应该出来 开记者会的 黑衣令 请注意 黑衣令是民众党的 铁杆支持者 他说柯如果老是这样 那他还是别选总统好了 上次蓝白河 全部幕僚都反对 他自己决定 这次八个立委都反对 他还是去 支持者的能量 不是给他这样乱挥霍的 老是讲众人的智慧 比个人强 每次都打脸自己神烦 乌威凤说 蔡博士朱大晚上好 我是去年选前 开始收看朱大的节目 蔡博士的访谈 绝对不会错过 谢谢 蔡博士给我的印象 从来都是很沉稳的 刚从第一次看您提到 柯P气得拍桌子 隔着荧幕也能感受你的愤怒 爱之声折之切 柯P选前一直都有向你请义 肯定是折服你的财势 虽然每次都是柯P去请教您 这次拜托您直接打电话 去海骂他一顿 要扁就交给朱大 干为什么要给我 奇怪 这是你刚才扮你的角色 坏事都交给 但我真心讲 请大家回头仔细思考 我们不是跟着蓝眉骂柯文哲 而是柯文哲自己做事不小心 我还是呼吁 过去支持柯文哲 还是要继续支持 但是这个涉及到 未来的选战的胜负 因为选举只有当选跟落选 你没有中间的什么阶段 所以为了要胜选 在这种政治路上面 要注意地雷 不要一直踩雷 要有战斗工兵帮你排雷 不要带着头盔往前冲 再不然就叫国民党帮你排雷 好不好 叫主力先踩雷 国民党先去 后面有好几则 斗内还没有印出来 我赶快先去印 不要在那边就 马上要做准备了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议题要讨论 一乡穿一军千军万马来收会 蔡委员帅老朱 要不要发发看 民众党彰化议员雪如姐 来上节目聊聊 感觉很有效果 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 也许我们到彰化去了 说不定 哈哈说 朱大加油 斗内朱大 蔡委员顾问费加上课费 请大家爱 郭巴喷火说没错 踩着国民党过河 就叫国民党去排除 看他去不去 看他去之前怎么做 出来之后怎么说 你是第三大党 你当然让国民党先冲 他炸就他炸 先去也没有关系 但是要把这个规划好了 这个要听听 有政治经验的人怎么谈 看这个事情 是 哈哈说 朱大加油 斗内朱大 蔡委员顾问费 在上课费 请大家按赞集系 朱全蔡正元委员 万事东事务所 员工及铁粉们 消灾解恶 平安健康 虽然会被骂 但我还是要喊口号 黑痴的选择朱隋 一无反顾穿一次 阿鲁巴黑智反共军加油 朱大手操心筋分歧8200 好 最后我们快快的讲一下 那个蔡委员怎么看 基隆罢免案这件事情 基隆罢免案就是一个 正式斗争 对 就有关于那个 所谓停车场的改建案 它是要分成两个来看 从一个从法律 一个从行政来看 从法律原则来讲 谢国梁有百分之百的权力 可以终止合约 对 商业 商业合约 这个没有问题 基隆市政府有百分之百的权力 可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终止了跟 原来那一家厂商 那厂商也不是NET 是NET 转包出去 然后终止之后 它可以重新招标 那招标的条件好不好 我们可以批评 可以检讨 到底是不是维峰比较好 还是NET 或谁有来标的 其他条件比较好 这两码子是 对 那第一个就是 你罢免的理由是什么 罢免理由是说 他把这个合约给终止 重新找厂商 那这个理由不能成立 对 不能成立 那第二个 你说 他这个重新招标了以后 维峰条件比较差 还得标 那你用这个理由 来罢免他 那就把 中文把这个理由探开来 来做一次罢免的辩论 对 那第二个 当然这个 那个谁 谢国良也可以反击 他有权力反击 对 他可以发动他的支持者 去罢免基隆议会的谁谁谁 对不对 他听说好像有做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没办法证实 我们不想有没有 他也可以有这个权力 那当然这双方面 基于政治原来的法律规定 可以进行的 因为罢免本身 也是一个检讨的过程 但是从政治现实来判 我觉得这个罢免案 过关的几率并不高 不高 对 但是我这样讲 我们还是要说 一样忠言逆 我认为谢国良处理这个事情 太轻忽了 人家选完局 就随时开始选下一场 你选完局还要休养生息 人家果然就要罢免你 你让那个罢免案 一旦通过 我的通过的意思是 进入第二阶段联署 他就每天找事 每天上电视 每天骂你 你盲刺在背 就搞不定 搞不定的意思是 我们之前的节目就讲过了 不过我也不客气讲 我认为民进党 弄那个 这个所谓的什么 停车场 里面有太多毛病 对 第一个 你来投标的是一个 停车场的管理单位 就停车场管理单位 大日公司 对 可以转租给 怎么可以转租给另外一个 你变二房东 你的契约有准许他这么做吗 对啊 那就是上一任市长的问题 对啊 你应该要么就公开招标 你自己来做 干嘛让人家转租 就很怪嘛 除非你已经套好了 套好就不应该嘛 那套好就无问题了 你还有吗 有没有图利罪 对啊 你用停车场出来招标 结果破来变成百货公司 这个条件当然会不一样嘛 对啊 好啊你百货公司 你没有跟他谈好 让他自己盖二三楼 这产权是谁 我还不知道 你本来就 你这种BOT案 就是你盖你的 但是最后产权还是政府的嘛 对 怎么现在可以变成是你的呢 对不对 对啊 那这样子你的地友随便去盖好了 也有说这产权是我的 然后我就要罢免你 对啊 你这个搞什么 我这样讲 这绝对是政治事件啊 可是政治事件要政治解决 法律事件要法律解决 商业事件要商业解决 那现在谢国良能不能处理 就再说好不好 国良兄啊国良兄 有很多事情不要太轻敌 好我最后念完斗内 我们今天就可以下班嘛 刘冠超说 孙中山太理想主义没当过家 不知道柴米油盐 他当总统就是当个idol 袁世凯比较务实 毕竟海棠花的地图是元宝下来的 袁世凯执行完清政府的条约 面对列强 再也没有上市一块土地 以鼓为进 柯文哲要学学袁世凯 乱世就务实一点 刘冠超就补一点 学袁世凯务实就好 不要学袁 看他儿子办的假报纸 没错 你说那个是怎么付屁 颜柯店就办个假报纸 骗他老爸说 大家都希望你当法 民众拥护你 赶快复屁 好这个刘建一说 2018年你上Centra的客人 因为他以前刘建一是在日产 他说他客人的儿子要买Kicks 无奈子熟悉我 所以代售Kicks一台 虽然不是本品牌 受到客人信任 真的暖心 而且你也抖了一笔大的 我们也觉得暖心 好 这个Winnie是说 常听蔡委员访问 真的觉得蔡委员没有对不起国民党 而是国民党淹没蔡云的才华 没有没有我在国民党里面 OK啦 因为到了年纪就应该退休 让年轻人去努力啦 那国民党也只是 这个要让台湾民主政治 更好的一个政党 就像民众党一样 大家互相替力 不要犯太多的错误 不然的话就变成永远的在野党 那就本体啦 在野党请好好团结努力 不急着互斗好吗 你们都没有 民众党也要想办法 督促国民党不要犯错 是 那国民党也要尽责 跟其他的在野党合作 不要我们国民党就有些 傻傻的什么台北市议员 钟女士去骂蒋万安 也不搞清楚责任的归属 然后让民进党抓了把柄 在自由时报 跟媒体上乱打一通 这个人也莫名其妙 真是 我这样讲啦 改天我们之后好像还有 邀那个张亚中老师 但我们再谈谈建国方略 这些东西在对岸落实到什么程度 好不好 阿卡赛斯说 可是国民党有像蔡委员 风骨的实在太少 他可能喝醉了 因为他今天一直在喝那个威士 不是风骨啊 年纪到了就应该让年轻人了 我是主动当选当天晚上 宣布下一届不选 请年轻一辈好好准备 对 那但是后来就调给高下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一开始还是李彦秀 我交给李彦秀 李彦顺利当选 那就是 他说那时候杀 不晓得跟谁选 我忘了 那他说赛大哥好像杀 没问题 我补给你 好 他连所有的装脚跟人才都移交 真的是很厉害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告一段 阿卡赛斯那么晚上来吗 不懂 真可恶 到时候自己好好检讨吗 就忙着喝酒这么晚才留言 好了今天不要喝太多啊 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你怎么知道他在喝酒 我一边在看他们一边在喝酒吃猪脚 在妈看直播好不好 我都知道他们在干嘛 而且这个时间很舒服啊 是是是也是啦 那蔡伟人回去赶快陪小孩陪老婆啦 拜拜 拜拜 一切顺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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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Jefferson曾经讲过 自由之术必须要用暴君跟爱国者的先行实时交关 你活过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 你投了票 结果不一定如同你的预期的时候 你更不应该气免 你更应该坚持下去 因为你更应该了解政治 让你下一次的投票 下一次的判断 可以更精准 可以更正确 可以更帮到你所支持的人 所以请各位继续跟着我们走下去 民主之路非常漫长 但人权言论自由 是你不去争取 就绝对不会是你们的 我们一起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